第五十回,诸葛亮致算华荣,关云长义是曹操,却说,当夜张辽一箭射黄盖下水,旧的曹操登岸,循着马匹走时,军已大乱。 寒当冒烟突火来供水寨,呼听的士族报道,后稍舵上一人,高叫将军婊子。 寒当戏听,但闻高叫一功就我。 当曰,此黄公赴也。 急叫就起,剑黄盖附箭着伤,咬出箭杆,箭头陷在肉内。 寒当即位脱去十一,用刀弯出箭头,扯其树枝,脱自己战袍与黄盖穿了,先令别传送回大寨一帜。 原来黄盖身知水性,故大寒之时,和甲堕江,也逃得性命。 却说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阵地。 左边是寒当,蒋亲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 右边是周太,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 正中是周瑜,成土,徐胜,丁凤大队传之都道。 火须兵硬,兵杖火威。 此政是三江水战,赤壁熬兵。 曹军者枪中箭,火焚水逆者,不计其数。 后人有诗曰,魏吾争斗绝词雄,赤壁楼船,一扫空。 烈火出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宫。 又有一绝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探前朝歌剧芒。 蓝氏无锡营魏吾,东风有意,便周郎。 不说江中熬兵。 且说甘宁令菜中引入曹寨深处,您将菜中一刀砍于马下,就草上放起火来。 吕蒙遥望中军火起,也放十数处火,接应甘宁。 潘张、董席分头放火呐喊,四下里鼓声大震。 曹操与张辽引百鱼旗,在火林内走,看前面无一出不着。 正走之间,毛戒就得文聘,引十数其道。 操令军寻路。 张辽指道,只有乌林地面,空阔可走。 操径奔乌林。 正走间,背后一军赶到,大叫曹贼休走。 火光中献出吕蒙旗号。 操摧军马向前,由张辽断后,笛笛吕蒙。 却见前面火把又起,从山谷中拥出一军,大叫领统在此。 曹操肝胆揭裂。 呼刺协里一彪军道,大叫丞相修慌。 徐晃在此,彼此混战一场,夺路望北而走。 呼见一对军马,屯在山坡前。 徐晃出问,乃是袁绍手下详将马颜。 张乙,有三千北地军马,列寨在笔。 当夜见满天火起,未敢转动,恰好接着曹操。 操教二将引一千军马开路,其余游着狐身。 操得这只生力军马,心中烧鞍。 马颜,张乙二将飞骑前行。 不到十里,喊声起出,一标军出。 为首一将,大呼约,无乃东吴甘兴罢也。 马颜正欲交锋,早被甘宁一刀斩于马下。 张乙挺枪来营,拧大喝一声,以措手不及,被拧手起一刀,翻身落马。 后军飞报曹操。 操此时,指望合肥有兵就应。 不想孙权在合肥路口,望见江中火光,知是我军得胜,便叫陆讯举火为号。 太使辞见了,与陆讯和兵一处,冲杀将来。 操旨得望一陵而走。 路上撞见张河,操令断后。 纵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渐远,操心方定,问曰此事何处。 左右曰此事乌林之西,一都之北。 操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 诸将问曰,丞相何故大笑? 曹曰,吾不孝别人,单笑周虞无谋,诸葛亮少至。 若是无用兵之时,欲先在这里服下一军,如之奈何。 说又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静天而起,惊得曹操几乎坠马。 四邪里一彪军杀出,大叫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了。 曹教徐晃,张和双敌赵云,自己冒烟突火而去。 子龙不来追赶,只顾抢夺旗帜。 曹操得拓。 天色威明,黑云照地,东南风尚不息。 忽然大雨倾盆,湿透衣甲。 曹与军士冒雨而行,诸军皆有积色。 曹令军士往尊落中,劫掠粮食,寻觅火种。 方玉造犯,后面义军赶到。 曹心甚慌。 原来却是李典,徐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 曹大喜,令军马且行。 问,前面是那里地面? 仁报,一边是南伊陵大路,一边是北伊陵山路。 曹问,那里头南郡江陵区近? 军士丙曰,取南伊陵过湖路口去碎便。 曹教走南伊陵。 行至湖路口,军阶鸡美,行走不上,马一困乏,多有岛鱼路者。 曹教前面暂歇。 马上有带的锣锅的,也有村中掠得两米的,便就山边捡干处,埋锅造饭,割马肉烧吃。 进阶脱去湿衣,于风头吹晒,马接摘安野放,烟摇草根。 操作于树林之下,仰面大笑。 众官问曰,是来丞相孝周瑜,诸葛亮,已惹出赵子龙来,又舍了许多人马。 如今为何又孝? 曹曰,无孝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 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镖军马,以义带劳。 我等纵然托得性命,也不免重商议。 比见不到此,我是以孝之。 正说间,前军后军一骑发函,操大惊,弃甲上马。 众军拨有不及收马者。 早见四下火焰不合,山口一军摆开,为首乃烟人张义德,横毛立马,大叫操贼走那里去。 诸军众将见了张飞,进阶大寒。 徐楚其无安马,来战张飞。 张辽,徐晃二将,纵马,也来加攻。 两边军马混战作一团。 操先拨马走脱,驻将各自脱身。 张飞从后赶来。 操以礼奔逃,追兵渐远,回顾众将多以待伤。 正行时,军事丙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 操问,那条路近? 军事曰,大路烧平,却远五十余里。 小路投华荣道,却近五十余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南行。 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便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 操叫前军便走华荣道小路。 诸将曰,风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 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须则时之,须则须之。 诸葛亮多谋,故事人于山辟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扶兵于大路等着。 无料已定,偏不叫重他计。 诸相皆约,成相妙算,人不可及。 虽乐兵走华荣道。 此时人接击倒,马进困乏。 焦头烂额者浮策而行,重见着枪者,勉强而走。 一甲湿透,个个不全,军气齐翻,纷纷不整,大半皆是宜陵道上被赶得慌。 只骑得秃马,安配衣服,进阶抛弃。 正值隆东严寒之时,其苦何可胜言? 操见前军停马不进,问世何故? 回报曰,前面山坯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县内积水不流,泥陷马蹄,不能前进。 操大怒,赤曰,军旅逢山开路,御水碟桥,岂有泥宁不堪行之礼。 传下号令,较老弱,重伤军士在后漫行,强壮者单土树柴,搬草运炉,填色道路。 物要及时行动,如围令者斩。 众军只得都下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色山路。 操恐后军来赶,令张辽,徐楚,徐晃,引百计之刀在手,但持慢者便斩之。 此时均以恶伐,重阶倒地,操鹤令人马践踏而行,死者不可胜数。 豪哭之声,鱼路不绝。 操鹤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 如再哭者力斩。 三亭人马一亭落后,一亭舔了沟壳,一亭跟随曹操。 过了险峻,路稍平坦。 操回顾只有三百余其随后,并无一甲跑铠整齐者。 操催塑行。 众将曰,马进法矣,只好少些。 操曰,赶到荆州江西未迟。 又行不到树里,操在马上扬边大笑。 众将问,丞相何又大笑? 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已无关之,到底是无能之辈。 若识此处服一缕之师,无等皆数手授负矣。 颜未必,一声炮响,两边五百轿刀手摆开,为首大将观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劫住去路。 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去。 操曰,寄到此处,只得决意死战。 众将曰,人纵然不切,马力已伐,安能复战。 承语曰,某肃之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仪宿主。 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旨亲自告之,可托此难。 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为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 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领,等候承相多时。 操曰,曹操兵败是威,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 云长曰,昔日官某虽蒙丞相厚恩,然以斩炎梁,诸文丑,解白马之为,以奉报矣。 今日之事,岂敢以私费功。 操曰,武官斩将之时,还能计否。 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将军申明春秋,岂不知与公之私,锥子浊如子之士乎。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武官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 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仁。 于是把码头乐回,为众军约四散百开。 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 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起冲江过去。 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 云长大贺一声,众军皆下马,哭败余地。 云长欲加不仁,正由欲坚张辽纵马而至。 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常态一声,并皆放去。 后人有诗约,曹蛮兵败走华戎,正与关公辖鹿逢。 只为当初恩义众,放开金锁走蛟龙。 曹操寄托华戎之难。 行至谷口,回顾所随军兵,只有二十七起。 笔及天婉,已进南郡,火把齐名,移簇人马南路。 曹大经约,无命休矣。 只见一群少马冲到,方认的是曹仁军马。 曹才西安。 曹仁接着,言,虽之兵败,不敢远离,只得在附近迎接。 曹曰,姬与辱,不相见也。 于是,隐重入南郡安歇。 随后张辽也道,说云长之德。 曹典将孝,重伤者极多,曹皆令江西。 曹仁至酒与曹姐们。 众谋士俱在座,曹乎仰天大痛。 众谋士曰,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拒窃。 今道成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须整顿军马复仇,和反痛哭。 曹曰,吾哭,孤凤孝儿。 若凤孝在,绝不使吾有此大师也。 遂垂兄大哭曰,哀哉,凤孝。 痛哉,凤孝。 西在,凤孝。 众谋士皆漠然自残。 四日,曹焕曹仁曰,吾今赞回许都,收拾军马,必来报仇。 如可保绝南郡。 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即修开,即则开之。 一计而行,使东吾不敢正视南郡。 原曰,合肥,襄阳,谁可保守。 曹曰,荆州托乳管领, 襄阳无以拨下侯敦手把,合肥最为紧要之地,无令张辽为主将,越近,离点为副将,保守此地。 但有缓急,非报将来。 曹分波已定,遂上马,隐重奔回许昌。 荆州,元祥,元祥,文武各官,依旧带回许昌调用。 曹仁自显曹红,聚首宜陵,南郡,已放周瑜。 却说,关云长放了曹操,引君自回。 此时,诸禄军马,接得马匹,器械,钱梁,已回下口, 补云长不获一人一骑,空身回见玄德。 孔明正与玄德作贺,呼报云,长志。 孔明盲离作席,执碑相迎曰,且喜将军立此盖世之功, 于普天下除大害。 何以远接庆贺? 云长莫然。 孔明曰,将军莫非因无等不曾远接,故而不乐。 回顾左右曰,如等缘何不先报。 云长曰,关某特来请死。 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华荣道上来。 云长曰,是从那里来。 关某无能,因此被他走脱。 孔明曰,拿得慎将士来。 云长曰,皆不曾拿。 孔明曰,此事云长想曹操昔日之安,故意放了。 但既有军令状在此,不得不按军法。 遂至武士推出展之。 正是,拼将一死仇之急,致令千秋养一鸣。 为之云长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孔明一弃周攻锦。 却说孔明欲窄云长,玄德曰,西吴三人结义时,视同生死。 姬云长虽犯法,不忍违阙前盟。 望权寄国,容将功赎罪。 孔明方才饶了,且说周虞收军典将,各个续功,申报吴侯。 所得降族,进行发辅渡江,大靠三军,遂进兵,攻取南郡。 钱队临江下寨,前后分五营。 周虞居中,虞正与重商议争进之策。 呼报,刘玄德使孙乾来与都督作贺。 于命请入。 钱氏礼弼,言,主公特命钱败谢都督大德,有薄礼上限。 于问曰,玄德在何处? 钱达曰,献宜兵囤游江口。 于经曰,孔明亦在游江否。 钱曰,孔明与主公同在游江。 于曰,足下先回,某亲来相谢也。 于收了礼物,发抚孙乾先回。 宿曰,却才都督贵河诗经。 于曰,游备屯兵游江,必有取南郡之意。 我等费了许多军马,用了许多钱粮,目下南郡凡手可得。 彼等心怀不仁,要救县城,须放着周虞不死。 宿曰,当用河策退职。 于曰,无字去和他说话。 好便好,不好时,不等他娶南郡,先结果了刘备。 宿曰,某怨同网。 于是于于鲁肃尹,三千清齐,尽头游江口来。 先说孙乾回见玄德,言周虞将亲来相谢。 玄德乃问孔明曰,来意若何? 孔明孝曰,那里为这些薄里肯来相谢。 只为南郡而来。 玄德曰,他若提兵来,何以待之? 孔明曰,他来,便可如此如此应答。 遂于游江口摆开战船,岸上列着军马。 仁曝,周虞,鲁肃引兵到来。 孔明使赵云岭数旗来接。 于见军事雄壮,心甚不安。 行至营门外,玄德,孔明迎入帐中。 各叙礼弼,设宴相待。 玄德举酒至些敖兵之事。 久至述寻,于曰,玉州宜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 玄德曰,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 若都督不取,被必取之。 于孝曰,吾东吾酒欲吞并汉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 玄德曰,胜负不可预定。 曹操林归,令曹仁守南郡等处,必有奇迹,更兼曹仁勇不可当,但孔都督不能取儿。 于曰,吾若取不得,那时人从功取。 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为政,都督修悔。 鲁肃愁畜未对。 于曰,大丈夫一言祭出,何悔之有。 孔明曰,督督此言,甚是公论。 嫌让东吾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 于宇素词别玄德,孔明,上马而去。 玄德问孔明曰,雀才先生,教辈如此回答, 虽一时说了,辗转寻思,于里未然。 我今孤雄一身,吾智族之地,欲得南郡,全且容身。 若先叫周瑜取了,城池已属东吾乙,却如何得住? 孔明大孝曰,当初谅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响咽。 玄德曰,前为景生之地,故不仁取,尽为曹操之地,礼何取之。 孔明曰,不许主公忧虑。 近着周瑜去厮杀,早晚叫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 玄德曰,即将安出。 孔明曰,只须如此如此。 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渣,半兵不动。 却说周瑜,辱肃回寨。 肃曰,都督如何一许玄德取南郡? 于曰,无谈指可得南郡,若得虚作人情。 随问帐下将士,谁敢先取南郡? 一人应声而出,乃讲亲也。 于曰,辱为先锋,徐盛,丁凤为副将, 拨五千精锐军马,先渡江。 吴随后引兵接应。 且说曹仁在南郡,吩咐曹红手一灵,已为脊脚之事。 人报,吴兵已渡汉江。 人曰,坚守物战为上。 肖将牛津愤然禁曰,兵临城下而不出战,是窃也。 旷吴兵新败,正当重振锐气。 某院借精兵五百,决议死战。 人从之,令牛津引五百军出战。 丁凤纵马来迎。 约战四五合,凤诈败,牛津引军追赶入阵。 凤指挥众军,一果为牛津于阵中。 金左右冲突,不能得出。 曹仁在城上望见牛津困在该心, 遂披甲上马,引挥下壮士数百击出城,奋力挥刀,杀入吴阵。 徐胜迎战,不能抵挡。 曹仁杀到该心,就出牛津。 回顾上有数十击在镇,不能得出, 遂腹翻身杀入,就出重围。 正欲蒋金拦路,曹仁与牛津奋力冲散。 人帝曹纯,一引兵接应,混杀一阵。 吴军败走,曹仁得胜而回。 蒋金兵败,回见周瑜,于怒欲斩之,众将告免。 于吉典兵,要亲与曹仁决战。 甘宁曰,都督未可造次。 金曹仁令曹红聚首一陵,为己角之势。 某愿以精兵三千,竞取一陵,都督然后可取南郡。 于福其论,先叫甘宁领三千兵攻打一陵, 早有戏作报之曹仁,人与陈角商议。 角曰,仪陵有诗,南郡亦不可守矣。 一速就之。 人遂令曹纯与牛津,暗地引兵救曹红。 曹纯先使人报之曹红,令红出城诱敌。 甘宁引兵至仪陵,红出与甘宁交锋。 占有二十余河,红败走,宁夺了夷陵。 至黄昏时,曹纯,牛津兵道,两下相合,围了夷陵。 探马非报周瑜,说甘宁愧于夷陵城中,于大惊。 成普曰,可及分兵救之。 余曰,此地正当冲药之处,若分兵去救,躺曹人引兵来袭,奈何? 与盟曰,甘兴罢乃江东大将,岂可不救。 余曰,无欲自往救之,但刘何人在此,待荡无任。 盟曰,刘灵公祭当之。 盟为前驱,都督断后,不须时日,避奏凯歌。 余曰,未至灵公祭,肯暂待无任否。 灵统曰,若时日为期,可当之,时日之外,不胜其任意。 余曰,遂流兵万余,赋予灵统,即日起,大兵投宜陵来。 蒙为余曰,宜陵南辟小路,取南郡即便。 可拆五百军去砍岛树母,以断其路。 彼军若败,必走此路。 马不能行,必弃马而走,无可得其马也。 余从之,拆军去弃。 大兵降至宜陵,于问谁可突围而入,以救甘宁。 周太愿望,及时挫刀纵马,直杀入曹军之中,静倒城下。 甘宁望见周太制,自出城营制。 太炎,都督自提兵制。 宁传令教军是盐庄宝石,准备内应。 却说曹洪,曹淳,牛金文,周瑜兵将制, 先使人往南郡报之曹仁,以免分兵俱敌。 即吴兵制,曹兵营制。 笔集交锋,甘宁,周太,分两路杀出,曹兵大乱,吴兵刺下掩杀。 曹洪,曹淳,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 却被乱寨色道,马不能行,进阶弃砌而走。 吴兵得马五百余匹。 周瑜驱兵星夜赶到南郡,正与曹仁军来就一领。 两军接着,混战一场。 天色已晚,各自受兵。 曹仁回城中,与众商议。 曹洪曰,木金施了一领,事已危急, 何不拆丞相一计官之,以解此危。 曹仁曰,如言正和无异。 遂拆书官之,大喜便传令交五更造饭。 平民,大小军马,进阶弃城, 城上便查京旗,虚张声势。 军分三门而出。 却说,周瑜旧出甘宁, 陈兵与南郡城处。 见曹兵分三门而出, 于上江台观看。 只见女墙边虚朔惊奇, 无人守护, 又见军士腰下各束缚包裹。 于暗存曹仁必先准备走路, 遂下江台号令, 分部两军为左右翼, 如前军得胜, 只顾向前追赶, 直带鸣金,方许退步。 命城浦都后军, 于亲自引军取城。 对阵鼓声响出, 曹洪出马诺战, 于自治门旗下, 使寒当出马, 于曹洪交锋, 战道三十余河, 洪败走。 曹仁自出接战, 周太纵马向盈, 斗十余河, 仍败走。 阵势错乱。 周瑜辉两翼军杀出, 曹军大败。 于自引军马, 追至南郡城下, 曹军皆不入城, 往西北面走。 寒当, 周太尹前部, 尽力追赶。 于见城门大开, 城上又无人, 遂令众军抢城。 数十骑, 当先而入。 于在背后纵马加鞭, 直入瓮城。 陈脚在笛楼上, 望见周瑜亲自入城来, 暗暗喝采道, 丞相尿策如神。 一声帮子响, 两边弓弩齐发, 势如咒语。 争先入城的, 都颠入陷坑内。 周瑜即勒马回时, 被一弩箭, 正射中佐柱, 翻身落马。 牛津从城中杀出, 来捉周瑜。 徐胜, 丁凤二人, 舍命就去。 城中曹冰突出, 吴冰自相践踏, 落陷坑者无数。 城浦急收军时, 曹仁,曹红, 分兵两路杀回。 吴冰大败。 姓德灵同尹, 义军从刺邪里杀来, 敌注曹冰。 曹仁, 尹德圣兵进城, 城土收败军回寨。 丁, 徐二, 将就得周瑜到账中, 唤行军医者, 用铁钳子拔出箭头, 将金窗药敷衍窗口, 疼不可当, 饮食俱费。 医者曰, 此箭头上有毒, 急切不能全可。 若怒气冲击, 骑窗复发。 城土令三军棘守各战, 不许轻出。 三日后, 牛津引军来诺战, 城土按兵不动。 牛津骂至日暮方回, 次日又来骂战。 城土恐于生气, 不敢报之。 第三日, 牛津直至战门外叫骂, 生生只道要捉周瑜。 城土与众商议, 欲赞解退兵, 回见吴侯, 却在理会。 却说周瑜虽患疮痛, 心中自有主张, 已知曹兵常来债钱叫骂, 却不见众将来禀。 一日, 曹人自引大军, 雷鼓呐喊, 前来诺战。 城土拒住不出。 周瑜患众将入帐, 问曰, 何处鼓噪呐喊? 众将曰, 军中叫掩士族。 于怒曰, 何欺我也? 无一知曹兵常来债钱辱骂。 成德谋继统长兵权, 何故做事? 遂命人请成土入帐问之。 普曰, 无剑攻紧并窗, 医者言误触怒, 故曹兵落战, 不敢报之。 于曰, 功等不战, 逐一若何。 普曰, 众将接狱收兵, 赞回江东。 待功剑窗平复, 在座驱处。 于听罢, 于床上愤然跃起曰, 大丈夫计时军录, 当死于战场, 以马隔骨失还, 姓也。 岂可为我一人, 而废国家大是乎, 言弃即披甲上马。 诸军重将, 无不骇然。 虽隐数百旗出营前, 望见曹兵已不成阵势, 曹人自立马于门旗下, 扬边大骂曰, 周瑜如此, 标必横腰, 再不敢争取我兵。 骂游未决, 于从群旗内突然出约, 曹人匹夫, 见舟狼否, 曹军看见, 尽皆惊骇。 曹人回顾众将曰, 可大骂之。 众军历声大骂, 周瑜大怒, 使潘章出战。 未及交锋, 周瑜呼大叫一声, 口中吞血。 坠于马下, 曹兵冲来, 众将向前抵住, 混战一场, 就起周瑜, 回到帐中。 城土问曰, 都督贵体若和, 于密为谱曰, 此吾之计也。 谱曰, 即将安出。 于曰, 吾身本吾甚痛楚, 吾所以为此者, 欲令曹兵之我并威, 必然欺敌。 可使心腹军士, 去城中乍降, 说吾已死。 今夜曹人必来结债, 吾却于四下埋伏已应之, 则曹人可一鼓而勤也。 城谱曰, 此祭大庙, 随旧帐下, 举起哀声。 众军大惊, 禁传言都督剑窗大发而死, 各债进阶挂校。 却说曹人在城中与众商议, 严周瑜怒气冲发, 金窗崩裂, 以致口中吞血, 坠于马下, 不久必亡。 正论前, 呼报, 吾寨内有十数个军士来详, 中间亦有二人, 原是曹兵被掳过去的。 曹人忙, 患入问之。 军士曰, 今日周瑜阵前金窗碎裂, 归债即死。 金仲将借以挂校举哀。 我等接受成土之辱, 故特归降, 便报此事。 曹人大喜, 随即商议, 今晚便去结债, 夺周瑜之师, 斩其首吉, 送赴许都。 陈角曰, 此祭塑行, 不可迟悟。 曹人虽令牛津为先锋, 自为中军, 曹洪, 曹纯为和后, 只留尘角领些少军士守城, 其余军兵尽起。 出庚后出城, 尽头周瑜大寨。 来到寨门, 不见一人, 但见虚插骑枪而已。 情之重计, 急忙退军。 四下炮生齐发, 东边寒当, 蒋金沙来, 西边周太, 潘张沙来, 南边徐胜, 丁凤沙来, 北边陈武, 宇蒙沙来。 曹兵大败, 三路军皆被冲散, 首尾不能相救。 曹仁引石树旗杀出重围, 正欲曹洪, 遂引败残军马, 一同奔走。 杀到武庚, 离南郡不远, 一声鼓响, 灵统又引义军拦住去路, 截杀一阵。 曹仁引军刺邪而走, 又欲甘宁大杀一阵。 曹仁不敢回南郡, 镜头襄阳大路而行, 吴军赶了一城, 自回。 周瑜城谱收住重军, 静到南郡城下, 见惊奇不满, 敌楼上一将叫约, 都督少罪。 吴凤军师将领, 已取城了。 吴乃常山赵子龙也。 周瑜大怒, 便命攻城。 城上乱箭设下, 于命且回军商议, 使甘宁引数千军马, 竞取荆州, 宁童引数千军马, 竞取襄阳, 然后却再取南郡为池。 正分波间, 忽然探马接来报说, 诸葛亮自得了南郡, 虽用兵符, 星夜炸掉荆州守城军马来救, 却叫张飞袭了荆州。 又一探马飞来报说, 夏侯敦在襄阳, 被诸葛亮拆人积兵符, 炸称曹人求救, 又敦引兵出, 却叫云长袭取了襄阳。 二处城池, 全不费力, 皆属流玄得矣。 周瑜曰诸葛亮怎得兵符, 城普曰, 他拿住尘角, 兵符自然尽属之矣。 周瑜大叫一声, 金疮碰裂。 正是, 急讯城池无我分, 一场辛苦为谁忙。 为之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至此掳诉, 赵子龙记取贵阳。 却说, 周瑜见孔明袭了南郡, 又闻他袭了京香, 如何不弃。 气伤剑窗, 半赏方苏, 众将再三劝解。 于曰, 若不杀诸葛尊夫, 怎惜我心中怨气。 承德谋可助我攻打南郡, 定要夺还东吾。 正义见, 辱素智。 于魏之曰, 吴玉起兵与刘备, 诸葛亮, 共绝雌雄, 复夺城池。 此尽兴助我。 鲁素曰, 不可。 方金与曹操相持, 尚未分成败, 主公献功合肥不下。 不争自家互相吞并, 躺曹兵承虚而来, 其事威矣。 旷流玄德就曾与曹操相后, 若逼得紧急, 献了城池, 一同攻打东吴, 如之奈何。 于曰, 吴等用计策, 损兵马, 费钱粮, 他去图县城, 岂不可恨。 素曰, 功谨且耐。 荣某亲见玄德, 将理来说他。 若说不通, 那时动兵未迟。 诸将曰, 子敬之言甚善。 于是, 鲁素引从者敬投南郡来, 到城下轿门。 赵云出问, 素曰, 我要见刘玄德有话说。 云达曰, 吴主与军师在荆州城中。 素岁不入南郡, 静奔荆州。 见荆齐整列, 君荣甚盛, 素岸献曰, 孔明真非常人也。 军事暴入城中, 说卢子敬了见。 孔明令大开城门, 皆素入衙。 蒋礼弼, 分宾主而作。 查霸, 素曰, 吴主吴侯, 与都督攻锦, 叫某再三申议皇叔。 前者, 操饮百万之众, 名下江南, 十玉来图皇叔, 幸得东吴杀退曹兵, 救了皇叔。 所有荆州九郡, 何当归于东吴? 金皇叔用轨迹, 夺占京乡, 使江东空废乾梁军马, 而皇叔安寿其力, 孔于李卫顺。 孔明曰, 紫敬乃高明之事, 何故亦处此言? 常言道, 务必归主。 京香九郡, 非东吴之地, 乃留景生之机也。 吴主故景生之地也。 景生虽亡, 其子尚在, 以书府职, 而取荆州, 有何不可? 素曰, 若过西公子留其占据, 尚有可解, 金公子在江夏, 须不在这里。 孔明曰, 紫敬欲见公子乎, 便命左右, 请公子出来。 只见两总者从平封后, 浮出刘旗, 其位素曰, 病驱不能失礼, 子敬恶罪。 乳素吃了一惊, 漠然无语, 良久, 言曰, 公子若不在, 便如何? 孔明曰, 公子在一日, 守一日, 若不在, 别有商议。 素曰, 若公子不在, 须向城池还我东吾。 孔明曰, 子敬之言, 是也。 遂涉焰相待, 焰罢, 素辞出城, 连夜归债, 俱言前世。 于曰, 刘旗正青春年少, 如何便得他死? 这荆州何日得还? 素曰, 都督放心。 只在鲁素身上, 勿要讨荆香还东吾。 于曰, 子敬有何高见? 素曰, 吾官刘旗过于酒色, 病入高荒, 现今面色雷寿, 气喘呕血, 不过半年, 其人必死。 那时亡取荆州, 刘备须无得推顾。 周虞游自奋气未消, 呼孙权前使至。 于令请入, 史曰, 主公为合肥, 累战不节。 特令都督收回大军, 且拨兵赴合肥相助。 周虞只得办事回柴桑养定, 令城普部并战船士族来合肥, 听孙权调用。 却说刘玄德自得荆州, 南郡, 襄阳, 心中大喜, 商议久远之计。 呼见一人上听献策, 视之, 乃依己也。 玄德赶其旧日之恩, 十分向静, 坐而问之。 即曰, 要知荆州久远之计, 何不求贤事, 以问之。 玄德曰, 贤事安在。 即曰, 京香马氏, 兄弟五人并有财名, 幼者名宿, 自幼长。 其最贤者, 眉间有白毛, 明良, 自继长。 乡里为之宴曰, 马氏五常, 白眉最良, 功何不求此人, 而与之谋。 玄德遂命请之。 玄良智, 玄德忧礼相待, 请问保守京香之策。 梁曰, 京香四面受敌之地, 恐不可九首。 可令公子刘其于此养病, 招遇旧人以守之, 就表奏公子为荆州赐使, 以安民心。 然后南征武陵, 长沙, 贵阳, 凌鸣四郡, 积收钱粮, 以为根本。 此久远之计也。 玄德大喜, 虽问四郡当先取何郡? 梁曰, 湘江之息, 凌鸣最近, 可先取之, 次取武陵。 然后湘江之东取贵阳, 长沙为后。 玄德遂用马良为从事, 一级赴之。 请孔明商议, 送刘其回襄阳, 替云长回荆州。 便调兵取玲玲, 差张飞为先锋, 赵云和后, 孔明, 玄德为中军, 人马一万五千, 刘云长守荆州, 弥竹, 刘峰守江陵。 却说, 玄德太守刘渡, 闻玄德军马到来, 乃与其子刘贤商议。 贤曰, 父亲放心。 他虽有张飞, 赵云之勇, 我本周上将行道荣, 力敌万人, 可以抵对。 刘渡遂命刘贤与行道荣, 引兵万鱼, 离城三十里, 衣衫靠水下寨。 探马报说, 孔明自引异军到来, 道荣便引军出战。 两阵队员, 道荣出马, 手使开山大福, 毕生高叫, 反贼安, 敢亲我境界。 只见对阵中, 一蹴黄骑出。 其开处, 推出一辆四轮车, 车中端坐一人, 头戴冠金, 身披贺场, 手指羽扇, 用扇招行道荣约, 无乃南洋, 诸葛孔明也。 曹操引百万之众, 被无聊师小记, 杀得片甲不回。 如等岂堪与我对敌。 我今来昭安如等, 何不早降。 道荣大笑曰, 赤壁敖兵, 乃周郎之谋也, 甘辱何事, 赶来狂语。 轮大府, 敬奔孔明。 孔明便回车, 望阵中走, 阵门复辟。 道荣直冲杀过来, 阵势击分两下而走。 道荣遥望中央, 以促黄骑, 料是孔明, 乃指望黄骑而赶。 抹过山脚, 黄骑扎住, 呼得中央分开, 不见四轮车, 只见一将挺茅月马, 大喝一声, 直取道荣, 乃张义德也。 道荣轮大府来迎, 战不属合, 气力不佳, 拨马便走。 义德随后赶来, 喊声大震, 两下扶兵齐出。 道荣舍死冲过, 前面一员大将, 拦住去路, 大叫认得常山赵子龙否。 道荣料敌不过, 又无处奔走, 只得下马请降。 子龙复来寨中, 见玄德, 孔明。 玄德喝叫斩首。 孔明即止之, 问道荣曰, 辱若与我捉了流贤, 便准你投降。 道荣连声愿望。 孔明曰, 你用合法捉他。 道荣曰, 军师若肯放某回去, 某自有巧说。 今晚军师调兵结债, 某为内应, 活捉流贤, 献与军师。 流贤寄勤, 流度自详矣。 玄德不信其言。 孔明曰, 行将军非谬言也。 遂放到荣归。 道荣得放回债, 将前世时速流贤。 贤曰, 如之奈何。 道荣曰, 可将计就计。 今夜将兵浮于债外, 债中虚利其番, 带孔明来结债, 旧而勤之。 游贤一计。 当夜二更, 果然有一镖军到寨口, 每人各带草把, 一起放火。 游贤, 道荣两下杀来, 放火军变退。 游贤, 道荣两军成势追赶, 赶了十余里, 军皆不见。 游贤, 道荣大惊, 集灰本寨, 只见火光未灭, 寨中突出一将, 乃张义得也。 游贤教道荣, 不可入寨, 却去解孔明寨变了。 于是赴回军, 走步实礼, 赵云引一军刺, 携礼杀出, 一枪刺道荣于马下。 游贤急拨马奔走, 背后张飞赶来, 活捉过马, 绑父见孔明。 贤道曰, 行道荣叫某如此, 实非本心也。 孔明另是其父, 羽衣穿了, 赐酒押惊, 叫人, 送入城说父投降, 如其不详, 打破城池, 满门进诛。 刘贤回灵灵, 见父刘渡, 背述孔明之德, 劝父投降。 不从之, 遂于城上树起将棋, 大开城门, 击捧易寿出城, 镜头, 玄德大摘大祥。 孔明教刘渡仍为郡守, 其死刘贤, 赴荆州随军办事。 灵灵宜郡居民, 进阶喜悦。 玄德入城安抚以弊, 赏劳三军。 乃问众将曰, 灵灵宜娶娶了, 贵阳郡何人敢娶? 赵云英曰, 某愿亡。 张飞愤然出曰, 非亦愿亡。 二人相争, 孔明曰, 忠世子龙先应, 指教子龙去。 张飞不服, 定要去取。 孔明交捏烟, 捏着的便去。 又是子龙捏着。 张飞怒曰, 我并不要人相帮, 只独领三千军去, 闻取城池。 赵云曰, 某也只领三千军去。 如不得成, 愿守军令。 孔明大喜, 择了军令状, 选三千精兵赴赵云去。 张飞不服, 玄德贺退。 赵云领了三千人马, 竟往贵阳进发。 早有探马报, 指贵阳太守赵范。 范籍聚众商议。 管军校尉陈英, 暴龙院领兵出战。 原来二人都是贵阳领山乡猎户出身, 陈英会使飞叉, 暴龙曾射杀双虎。 二人自恃永利, 乃对赵范曰, 刘备若来, 某二人愿为前部。 赵范曰, 我闻刘玄德乃大汉皇叔, 更见孔明多谋, 关张极勇, 金领兵来的赵子龙, 在当阳长板百万军中, 如入无人之境。 我贵阳能有多少人马? 不可迎敌, 只可投降。 应曰, 谋请出战。 若秦不得赵云, 那时任太守投降不迟。 赵范拗不过, 只得应允。 陈英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 早望见赵云领军来到。 陈英列成阵势, 飞马挫插而出。 赵云挺枪出马, 则骂陈英曰, 吾主刘玄德, 乃刘景生之地。 金府公子刘琦, 统领荆州, 特来府民。 汝何敢迎敌? 陈英骂曰, 我等指扶曹丞相, 启顺刘备。 赵云大怒, 挺枪骤马, 直取陈英。 英碾插来营, 两马相交, 站到四五合, 陈英料敌不过, 拨马便走。 赵云追赶。 陈英回顾赵云马来相近, 用飞叉智取, 被赵云接住。 回至陈英。 应急躲过, 云马早到, 将陈英活捉过马, 置于地下, 贺军士绑复回寨。 败军四散奔走。 云入寨赤陈英曰, 量汝安敢敌我。 我今不杀乳, 放乳回去, 说与赵范早来投降。 陈英谢罪, 抱头鼠窜, 回到城中, 对赵范禁言其事。 范曰, 我本预想, 辱强要战, 已至如此。 遂赤退陈英, 击捧印寿, 饮食数, 骑出城头大债那祥。 云出寨迎接, 带以宾礼, 至酒共饮, 纳了印寿, 酒至数巡, 范曰, 将军姓赵, 某一姓赵, 五百年前, 何氏一家。 将军乃真定人, 某一真定人, 又是同乡。 躺得不弃, 皆为兄弟, 实为万幸。 云大喜, 各续年耕, 云与范同年。 云长范四个月, 范遂拜云为兄。 二人同乡, 同年, 又同姓, 十分相得。 至晚习散, 范此回城。 次日, 范请云入城安民。 云教军事修动, 致待五十起随入城中。 居民直乡福岛而戒。 于安民已毙, 赵范邀请入衙饮宴。 酒至半憨, 范赴妖云入后堂深处, 洗斩耕拙。 云饮碎。 范乎请出一妇人, 雨云拔酒。 子龙见妇人身穿稿素, 有倾国倾城之色, 乃问范曰此何人也。 范曰, 家扫凡事也。 子龙改容敬之。 凡事拔斩毕, 范令就坐。 云辞谢。 凡事辞归后堂。 云曰, 贤弟何必凡令嫂举杯也。 范小曰, 中间有个缘故, 起凶物足, 先凶器事已三才, 家扫寡居, 终非了局, 地场劝其改嫁。 扫曰, 若得三件事坚权之人, 我方驾之, 第一要文武双全, 明文天下, 第二要相貌堂堂, 威仪出众, 第三要与家兄同性, 你到天下那得有这般凑巧的。 金尊兄堂堂仪表, 名震四海, 又与家兄同性, 正合家扫所言。 若不嫌家扫帽漏, 愿陪嫁资, 与将军为妻, 结累世之亲, 如何? 云文言大怒而起, 历声曰, 无济与辱皆为兄弟, 如扫及无扫也, 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 赵范羞残满面, 答曰, 我好意相待, 如何这般无礼? 遂目视左右, 有向害之意。 云已决, 一拳打倒赵范, 竟出府门, 上马出城去了。 范疾唤陈英, 暴龙商议。 应曰, 这人发怒去了, 之所与他厮杀。 范曰, 但恐赢他不得。 暴龙曰, 我两个诈降在他军中, 太守却引兵来落战, 我二人就镇上秦枝。 陈英曰, 必须带些人马。 龙曰, 五百骑足矣。 当夜, 二人引五百军, 敬奔赵云寨, 来投降。 云已心之骑诈, 碎脚换入。 二将到帐下, 说, 赵范欲用美人计转将军, 只等将军醉了, 不入后堂谋杀, 将头去曹丞相处献宫, 如此不仁。 某二人见将军露出, 必连累于某, 因此投降。 赵云扬喜, 至久与二人通淫。 二人大醉, 云乃赴于帐中, 秦其手下人问之, 果是诈详。 云换五百军入, 各自九十, 传令约要害我者, 陈英, 暴龙也, 不甘众人之事。 如等听无行计, 皆有重赏。 众军败谢, 将降将陈, 豹二人当时斩了, 却叫五百军引路, 云引一千军载后, 连夜到贵阳城下叫门。 城上听时, 说陈, 豹二将军杀了赵云回军, 请太守商议事务。 城上将火照看, 果是自家军马。 赵范急忙出城, 云鹤左右桌下, 遂入城, 安抚百姓已定, 非报玄德。 玄德与孔明亲父贵阳。 云迎接入城, 推赵范于阶下。 孔明问之, 范被言以嫂许嫁之事。 孔明为云曰, 此意美事, 功何如此。 云曰, 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 今若娶其嫂, 惹人唾骂, 云也, 其父在嫁, 史诗大结, 二也, 赵范初详, 其心难策, 三也。 主公心定江汉, 枕膝未安, 于安敢以一妇人, 而废主公之大事。 玄德约, 今日大事已定, 予如取之, 若何。 云无, 天下女子不少, 但恐名誉不利, 何患无妻子乎。 玄德约, 子龙真丈夫也。 岁氏赵范, 仍令为贵阳太守, 众赏赵云。 张飞大教曰, 偏子龙甘得功, 偏我是无用之人, 只拨三千军, 与我去取武陵郡, 活捉太守金玄来线。 孔明大喜约, 云德要去布防, 但要依一件事。 正是, 军师决胜多奇策, 将士争先立战功。 为之孔明说出那一件事来,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是黄汉生,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却说, 孔明为张飞约, 前者子龙取贵阳郡时, 则下军令状而去。 今日义德要取武陵, 必须也则下军令状, 方可领兵去。 张飞遂立军令状, 欣然领三千军, 星夜投武陵戒上来。 金玄厅的张飞引兵道, 乃极将校, 整点精兵器械, 出城迎敌。 从事巩之箭曰, 刘玄德乃大汉皇叔, 仁义不于天下, 加之张义德骁勇非常。 不可迎敌, 不如那乡为上。 金玄大怒曰, 乳狱与贼通连为内遍也。 鹤令武士推出展之。 众官皆告曰, 先展佳人, 于君不利。 金玄乃鹤退拱至, 自率兵出。 离城二十里, 正迎张飞。 飞艇毛利马, 大鹤金玄。 悬问部将, 谁敢出战? 众皆畏惧, 莫敢向前。 玄自骤马五刀迎之。 张飞大鹤一生, 魂如巨雷, 金玄失策, 不敢交锋, 拨马便走。 飞引众军, 随后掩杀。 金玄走至城边, 城上乱剑射下。 玄京是之, 见巩智立于城上约, 辱不顺天时, 自取败王, 无于百姓, 自降流矣。 言未必, 一剑射中金玄面门, 坠于马下, 君是割头剑张飞。 巩智出城大祥, 飞就令巩智基印寿, 往贵阳见玄德。 玄德大喜, 遂令巩智带金玄之职。 玄德亲至武陵安民币, 持书报云长, 言义德, 子龙各得一郡。 云长乃回书上, 请约文长沙上尉取, 如兄长不以地位不才, 叫关某, 干这件功劳甚好。 玄德大喜, 遂叫张飞兴夜, 取替云长守荆州, 令云长来取长沙。 云长即至, 入见玄德, 孔明。 孔明曰, 子龙取贵阳, 义德取武陵, 都是三千军取。 今长沙太守寒玄, 故不足道。 只是, 他有一员大将, 乃南洋人, 姓黄, 名中, 自汉生, 是刘表帐下中郎将, 与刘表之志刘盘, 共守长沙, 后世寒玄。 虽今年近六旬, 却有万夫不当之勇, 不可轻敌。 云长旭, 必须多带军马。 云长曰, 军师和顾掌别人锐气, 灭自己威风。 良异老族, 何族道哉。 关某不需用三千军, 只削本部下五百名叫刀手, 决定战皇中, 韩玄之首, 献来麾下。 玄德苦党, 云长不一, 只领五百叫刀手而去。 孔明卫玄德约, 云长轻敌皇中, 只恐有事。 主公当网接应。 玄德从之, 随后引兵望长沙进发。 却说长沙太守韩玄, 平生性急, 轻于杀戮, 重皆无知。 事实听之云长军道, 便换老将皇中商议。 忠约, 不需主公忧虑。 平某这口刀, 这张弓, 一千个来, 一千个死。 原来皇中能开二旦立之宫, 百发百中。 言未必, 接下一人应声而出约, 不需老将军出战, 只就某手中定活桌关某。 韩玄是之, 乃管军校尉杨领。 韩玄大喜, 遂令杨领引军一千, 飞奔出城。 约行五十里, 望见尘头起处, 云长军马早到。 云长挺强出马, 立于阵前骂战。 云长大怒, 更不打话, 飞马五刀, 直取杨领。 领挺枪来营。 步三合, 云长手起刀落, 砍杨领与马下。 追杀败兵, 直至城下。 韩玄文之大惊, 便叫黄中出马。 玄自来城上观看, 中提刀纵马, 引五百骑兵飞过吊桥。 云长建议老将出马, 指使黄中, 把五百骄刀手一字摆开, 横刀立马而问曰, 来将莫非黄中否。 中曰, 既知我明, 焉敢犯我净。 云长曰, 特来取儒手急。 严霸, 两马交锋。 斗一百余和, 不分胜负。 寒玄恐黄中有诗, 明金收军。 黄中收军入城。 云长也退军, 离城十里下寨, 心中暗损老将黄中, 名不虚传, 斗一百合, 全无破绽。 来日, 必用拖刀计, 被砍迎至。 次日早饭必, 又来城下诺战。 寒玄坐在城上, 叫黄中出马。 终引数百骑杀过吊桥, 再与云长交马。 又斗五六十和, 胜负不分, 两军齐声喝彩。 鼓声正极时, 云长拨马便走。 黄中赶来。 云长方欲用刀砍去, 呼听的脑后一声响, 急回头看时, 见黄中被战马前尸, 掀在地下。 云长急回马, 双手举刀猛赫曰, 我且饶你性命。 快换马来厮杀。 黄中急提起马蹄, 飞身上马, 气辱城中。 玄经问之, 中曰, 此马久不上阵, 故有此事。 玄曰, 乳剑百发百中, 何不设之? 中曰, 来日再战, 必然诈败, 又到吊桥边设之。 玄以自己所成一匹青马与黄中。 中败谢而退, 寻死, 难得云长如此一几。 他不忍杀害我, 我又安忍设他。 若不设, 又恐为了将领。 事业躊躇未定。 次日天晓, 人暴云长诺战。 中领兵出城。 云长两日战黄中不下, 十分焦躁, 抖走威风, 与中骄马。 战不到三十余河, 中诈败, 云长赶来。 中想昨日不杀之恩, 不忍辩射, 带主刀, 把功虚拽闲响, 云长急闪, 却不见见。 云长又敢, 中又虚拽, 云长急闪, 又无见, 直到黄中不会射, 放心赶来。 将近吊桥, 黄中在桥上搭建开弓, 闲想见到, 正设在云长窥英根上。 前面军齐声寒起, 云长吃了一惊, 带剑回寨, 帮知黄中有百步穿扬之能, 今日只设窥英, 正是报昨日不杀之恩也。 云长领兵而退。 黄中回到城上来见寒玄, 旋遍贺左右, 诸下黄中。 宗教曰, 无罪。 旋大怒曰, 我看了三日, 乳敢其我。 乳前日不立战, 必有私心。 昨日马施, 他不杀乳, 必有关通。 今日两番虚拽公贤, 第三件却只设他窥英, 如何不是外通内连。 若不斩乳, 必为后患。 贺令刀俯手, 推下城门外斩之。 众将预告, 玄曰, 但告免黄中者, 便是同情。 刚推到门外, 恰欲取刀, 忽然一将挥刀杀入, 砍死刀手, 救起黄中, 大叫曰, 黄汉生乃长杀之宝杖, 金杀汉生, 誓杀长杀百姓也。 寒玄残暴不仁, 清贤漫世, 当众供给之, 愿随我者便来。 众是其人, 面如众枣, 目若朗星, 乃一阳人魏延也。 自襄阳赶留玄德不着, 白头寒玄, 玄怪其傲慢少礼, 不肯重用, 故屈臣于此。 当日救下黄中, 叫百姓同杀寒玄, 坦避一呼, 乡从者数百余人。 黄中拦当不住, 魏延直杀上城头, 一刀砍寒玄为两段, 提头上马, 引百姓出城, 投拜云长。 云长大喜, 碎入城。 安抚以弊, 请黄中相见, 终脱并不出。 云长即使人去请玄德, 孔明。 却说, 玄德自云长来取长沙, 与孔明随后催促人马接应。 正行间, 倾其道卷, 一押自北南非, 连叫三声而去。 玄德约, 此应何祸福? 孔明就马上袖战一刻, 约长沙郡已得, 又主得大将。 午时后定见分晓。 少请, 建议小孝非报前来, 说, 官将军已得长沙郡, 降将黄中, 魏延。 专等主公道比, 玄德大喜, 碎入长沙。 云长接入厅上, 据言黄中之事。 玄德乃亲往黄中家相请, 中方出将, 求葬韩玄失守, 于长沙之东。 后人有诗赞黄中约, 将军气概于天身, 白发油然困汉男, 至死甘心无愿望, 临降低手上怀残。 宝刀灿雪张神勇, 铁骑临风一战絮。 千古高明英不敏, 长随孤月照相谈。 玄德待黄中甚厚, 云长引魏延来见, 孔明鹤令刀扶手推下斩之。 玄德经问孔明曰, 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 军师何故欲杀之。 孔明曰, 拾其路而杀其主, 是不忠也, 拘其土而献其地, 是不义也。 无关魏延老后有反骨, 久后必反, 故先斩之, 以绝祸根。 玄德曰, 若斩此人, 恐降者人人自危。 望军师述之。 孔明指魏延曰, 无今饶辱性命。 如可尽忠报主, 勿生一心, 若生一心, 我好歹取如首吉。 魏延诺诺连声而退。 黄忠建刘表之刘盘, 现在优县贤居, 玄德取回, 教掌长长沙郡。 四郡已平, 玄德班师回荆州, 改由江口为公安。 自此前两广盛, 贤士归之, 将军马四散, 屯于爱口。 却说, 周瑜自回柴桑养病, 令甘宁守八陵郡, 令陵桶守汉阳郡, 二处分部战船, 听后调遣。 城土引其余将士, 投合肥献来。 原来孙权自从赤壁敖兵之后, 久在合肥, 与曹兵交锋, 大小石鱼战, 味决胜负, 不敢逼城下寨, 逼城五十里屯兵。 闻城土兵道, 孙权大喜, 亲自出英劳军。 人暴如子敬先至, 全乃下马立代之。 肃慌忙滚安下马失礼, 众将健全如此怠速, 皆大惊议。 全请肃上马, 并配而行, 秘卫曰, 孤下马相迎, 足显功夫。 肃曰, 未也。 全曰, 然则何如, 而后为显爷。 肃曰, 愿民公威德家于四海, 总括九州, 克成地业, 使肃明书竹伯, 视为嫌疑。 全府长大笑, 同志仗中, 大赦饮宴, 犒劳敖兵将士, 商议破合肥之策。 呼报张辽差人, 来下战书。 全差书关闭, 大弄约张辽欺无太甚。 汝文成土君来, 故意使人落战。 来日无不用新军覆敌, 看我大战一场。 传令当夜武更, 三军出寨, 望合肥进发。 陈时左右, 军马行之半途, 曹兵一道。 两边不成阵势, 孙权金盔金甲, 披挂出马。 左宋迁, 右甲华, 二将使方天化己, 两边互卫。 三通古坝, 曹军阵中, 门起两开, 三元将全装灌带, 立于阵前中央张辽, 左边离点, 右边越界。 张辽纵马当先, 专落孙权决战。 权辍将御自战, 阵门中一将挺枪骤马早出, 乃太史辞也。 张辽挥刀来营。 两将占有七八十和, 不分胜负。 曹镇上离点位越近约, 对面金盔者, 孙权也。 若捉得孙权, 足可与八十三万大军报仇。 说由未了, 岳即一骑马, 一口刀, 从刺血里进取孙权, 如一道电光, 飞至面前, 手起刀落。 宋千, 甲华, 即将化己遮架。 刀到处, 两只几骑断, 只将即赶往马头上打。 岳即回马, 宋千辍君是手中枪赶来。 离点搭上箭, 往宋千新窝里便舍, 鹰前落马。 太使慈见背后有人堕马, 弃穴张辽, 望本镇便回。 张辽成事掩杀过来, 无兵大乱, 四散奔走。 张辽望见孙权, 骤马赶来。 看看赶上, 四血里撞出一军, 为首大将, 乃成土也, 截杀一阵, 救了孙权。 张辽收军, 自回合肥。 成土保孙权归大寨, 代军陆续回营。 孙权因剑舌的宋千, 放声大哭。 长使张鸿曰, 主公是盛壮之气, 轻是大敌, 三军之重, 漠不寒心。 即使斩将奸骑, 威震将长, 亦偏将之刃, 非主公所遗也。 愿一奔, 玉之勇, 怀王霸之计。 且今日宋千死于封敌之下, 皆主公轻敌之故。 即后妾以保重, 全曰, 是孤之过也。 从今当改之。 少请, 太史辞入账, 言, 某手下有义人, 姓戈, 明定, 与张辽手下杨玛厚曹是弟兄, 厚曹备则怀怨, 今晚使人暴来, 举火为号, 刺杀张辽, 以报宋千之仇。 某情引兵为外应。 全曰, 戈定何在? 太史辞曰, 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 某怨其五千兵去。 诸葛锦曰, 张辽多谋, 恐有准备, 不可造次。 太史辞兼职要行, 全因伤感宋千之死, 即要报仇, 遂令太史辞引兵五千, 去为外应。 却说, 戈定乃太史辞乡人, 当日杂在军中, 随入合肥城, 寻见杨玛后曹, 两个商议。 戈定曰, 唯一使人, 报太史辞将军去了, 今夜必来接应。 你如何用事? 后曹曰, 此间离中军较远, 夜间即不能进, 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 你去前面较反, 城中兵乱, 就里刺杀张辽, 于君自走也。 戈定曰, 此祭大庙。 使夜张辽得胜回城, 赏劳三军, 传令不许节甲宿税。 左右曰, 今日全胜, 无兵远顿, 将军何不卸甲安息? 辽曰, 非也。 为将之道, 物以胜为喜, 物以败为忧。 躺无兵夺我无备, 城须公鸡, 何以应知? 今夜防备, 当比美业更加谨慎。 说由未了, 后债活起, 一片生叫反, 抱者如麻。 张辽出仗上马, 换亲从将校十数人, 当道而立。 左右曰, 喊声甚急, 可网官之。 辽曰, 岂有一成皆反者。 此事造反之人, 故经君事尔。 辱乱者先斩。 无一时, 李典秦歌定, 并候曹志。 辽寻得其情, 立斩于马前。 只听得城门外鸣罗击鼓, 喊声大震。 辽曰, 此事无兵外应, 可救济破之。 便令人于城门内放起一把火, 中阶叫板, 大开城门, 放下吊桥。 太史词见城门大开, 直到内便, 挺枪纵马先入。 城上一声炮响, 乱剑射下, 太史词击退, 身中数剑。 背后离点, 跃尽杀出, 无兵折其大半。 城市只赶到债前。 陆逊, 董西杀出, 救了太史词。 曹兵自毁。 孙权见太史词身带重伤, 愈加伤感。 张昭请权罢兵。 权从之, 遂收兵下船, 回南徐润州。 比其屯铸军马, 太史词病重。 权使张昭等问安。 太史词大叫约, 大丈夫生于乱世, 当代三尺剑必不是之功, 今所知未遂, 奈何死乎。 延弃而亡, 年四十一岁。 后人有诗赞曰, 史至全中校, 东来太史词。 姓名昭远塞, 攻马镇雄诗。 北海仇恩日, 神庭憨战时。 林中延壮志, 千古共皆资。 孙权闻此死, 伤道不已, 命后葬于南徐北顾山下, 养其子太史亨于府中。 却说, 玄德在荆州整顿军马, 闻孙权合肥兵败, 已回南徐, 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 亮夜观星下, 见西北有星坠地, 必应者亦皇族。 正言间, 呼报公子刘其病亡。 玄德闻之, 痛哭不已。 孔明劝曰, 生死分定, 主公勿忧, 恐伤贵体。 前里大事, 可及差人道比手欲成池, 并料理葬事。 玄德曰, 谁可去? 孔明曰, 非云长不可。 及时便叫云长, 前去襄阳保守。 玄德曰, 今日刘其已死, 东吴必来讨荆州, 如何对答? 孔明曰, 若有人来, 亮自有言对答。 过了半月, 人报东吴鲁肃特来吊丧。 正是, 先将计策安排定, 只等东吴使命来。 未知孔明如何对答,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四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叙家偶, 却说孔明文鲁肃道, 与玄德出城迎接, 接到宫谢, 相见弊。 苏曰, 主公文令执气势, 特具博礼, 钱某前来致计。 周都督再三致意刘皇叔, 诸葛先生。 玄德, 孔明起身称谢, 收了礼物, 至酒相待。 宿曰, 前者皇叔有言, 公子不在, 即还荆州。 今公子已去世, 必然见还。 不时几时可以交割。 玄德曰, 恭且饮酒, 有一个商议。 宿讲饮数杯, 又开言相问。 玄德未及回答, 孔明变色曰, 此境好不通理, 只需待人开口。 自我高皇帝展折起义, 开机立业, 传至于今, 不幸兼雄并起, 各居一方, 少不得天道好还, 复归正统。 我主人乃中山静王之后, 孝景皇帝玄孙, 今皇上之书, 岂不可分毛列途。 旷流景生乃我主之兄也, 帝成兄也, 有何不顺? 如主乃前堂小吏之子, 素无功德于朝廷。 今以势力, 占据六郡八十一州, 上自贪心不足, 而欲并吞汉土。 流氏天下, 我主姓流道无分, 如主姓孙反耀强征。 且赤壁之战, 我主多富勤劳, 众将并皆用命, 企图事辱东吴之为。 若非我借东南风, 周郎安能斩半仇之功。 将乃一破, 修说二乔至于同雀功, 虽功等加小, 亦不能保。 是来我主人不及答应者, 以子敬乃高明之事, 不待细说。 何公不察之甚也? 一席话, 说得卢子敬坚口无言, 伴上乃曰, 孔明之言, 他不有理, 争奈鲁肃身上, 甚是不便。 孔明曰, 有何不便处? 肃曰, 昔日皇叔当阳受难时, 是肃引孔明渡江, 见我主公。 后来周公谨要兴兵去荆州, 又是肃挡住, 只说代公子去世还荆州, 又是肃丹成, 今却不应前言, 叫鲁肃如何回复。 我主与周公谨必然见罪, 肃子不恨, 只恐惹恼东吾, 心动干戈, 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 空为天下耻孝儿。 孔明曰, 曹操同百万之众, 动以天子为名, 无意不以为意, 其举周郎一小而乎。 若孔先生面上不好看, 我劝主人立旨文书, 暂戒荆州为本, 待我主别徒得诚实之时, 便交付还东吾。 此论如何? 肃曰, 孔明代夺得何处, 还我荆州。 孔明曰, 中原即未可徒, 西川流渣暗若, 我主将徒之。 若徒得西川, 那时便还。 肃无奈, 只得听从。 玄德亲笔写成文书一纸, 押了字。 宝人诸葛孔明, 也押了字。 孔明曰, 量是皇叔这里人, 难道自家作宝? 凡子敬先生也押个字, 回见吴侯也好看。 诉曰, 某只皇叔乃仁义之人, 必不相互。 遂押了字, 收了文书。 厌霸此毁。 玄德与孔明, 送到船边。 孔明主曰, 子敬回见吴侯, 善言深意, 修生妄想。 若不准我文书, 我翻了面皮, 连八十一咒都夺了。 经只要两家和气, 修教曹贼笑话。 速作别下船而回, 先到柴桑郡见周瑜。 于问曰, 子敬讨荆周如何? 速曰, 有文书在此。 成语周瑜, 于顿族曰, 子敬重诸葛之谋也。 名为戒帝, 时事混赖。 他说, 取了西川便还, 知他几时取西川。 假如十年不得西川, 十年不还。 这等文书, 如何中用, 你却与他作保。 他若不还时, 必须连累足下, 主公见罪奈何。 速文言, 带了半赏, 曰, 孔玄德不负我。 于曰, 子敬乃成识人也。 刘备枭雄之辈, 诸葛亮奸华之徒, 孔不似先生心地。 速曰, 若此, 如之奈何。 于曰, 子敬是我恩人, 向昔日, 只君相赠之情, 如何不救你? 你且宽心住树日, 待江北叹息地回, 别有屈处。 辱肃, 举己不安。 过了数日, 细作回报, 荆州城中扬起步番做好事, 城外别间心坟, 君士各挂校。 于经问曰, 没了圣人。 细作曰, 刘玄德没了甘夫人, 即日安排殡葬。 于卫鲁素曰, 无忌成语, 使刘备束手就父, 荆州反掌可得。 素曰, 即将安出。 于曰, 刘备葬期, 必将续取。 主公有一妹, 及其刚勇, 势必数百。 居长带刀, 房中军器百列变满, 虽难此不及。 我今尚书主公, 叫人去荆州为媒, 说刘备来入坠。 钻到南徐, 妻子不能勾的, 有求在狱中, 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 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 我别有主意。 于子敬身上虚无事也。 鲁素败谢。 周虞写了书成, 选快船送鲁素投南徐建孙权, 先说借荆州一事, 呈上文书。 全曰, 你却如此糊涂。 这样文书, 要他何用? 素曰, 周都督有书成在此, 说用此祭, 可得荆州。 全看弼, 点头按喜, 寻思谁人可去。 猛然省曰, 非吕范不可。 遂照吕范至, 未曰, 禁闻刘玄德丧父。 无有一昧, 欲昭赘玄德为序, 永结殷亲, 童心破曹, 以伏汉事。 非子恒不可为媒, 望及往荆州一言。 范领命, 即日收拾船只, 带数个从人, 往荆州来。 却说, 玄德自没了甘夫人, 昼夜烦恼。 一日, 正与孔明贤婿, 人报东吴差吕范到来。 孔明孝曰, 此乃周渔之计, 必为荆州之故。 量只在屏风后前厅, 但有事说话, 主公都应成了。 由来人在管一中邪, 别做商议。 玄德叫请吕范入。 礼逼坐定, 查罢, 玄德问曰, 此恒来, 必有所欲。 范曰, 范进文皇书失偶, 有一门好亲, 故不避嫌, 特来作媒。 为之遵义若和。 玄德曰, 中年丧妻, 大不幸也。 骨肉未寒, 安忍便一亲。 范曰, 人若无妻, 如乌无良, 岂可忠道而废人伦。 吴主吴侯有一妹, 美而贤, 勘奉鸡肘。 若两家共结秦, 尽之好, 则曹贼不敢正视东南也。 此事家国两遍, 请皇叔勿疑。 但我国太吴夫人 深爱幼女, 不肯远嫁, 必求皇叔到东吴救婚。 玄德曰, 此事吴侯知否? 范曰, 不先禀吴侯, 如何敢造次来说? 玄德曰, 吴年已半百, 并发斑白, 吴侯之妹, 正当妙龄, 恐非佩偶。 范曰, 吴侯之妹, 身虽女子, 至胜男儿。 常言, 若非天下英雄, 吴不是之。 即皇叔名闻四海, 正所谓淑女配君子, 其以年齿上下相贤乎。 玄德曰, 宫且少留, 来日回报。 适日设宴相待, 由于管设, 至晚于孔明商议。 孔明曰, 来一量已知道了。 世间不义, 得以大吉大利之掌。 主公便可应允。 先叫孙前和吕范回见吴侯, 面徐已定, 择日便取就今。 玄德曰, 周瑜定计遇害刘备, 岂可以身轻入归险之地。 孔明大孝曰, 周瑜虽能用计, 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 略用小谋, 使周瑜伴仇不斩, 吴侯之美, 又属主公, 荆州万无一失。 玄德怀疑未决。 孔明竟叫孙前往江南说和亲事。 孙前领了言语, 与吕范同到江南来见孙权。 全曰, 吴怨将小妹招赘玄德, 并无一心。 孙前拜谢, 回荆州见玄德, 言吴侯专后主公去结金。 玄德怀疑不敢往。 孔明曰, 吴已定下三条计策, 非子龙不可行也。 遂唤赵云进前, 富尔言曰, 如宝主公入吴, 当领此三个锦囊。 囊中有三条妙计, 依此而行。 即将三个锦囊, 与云贴肉收藏, 孔明先使人往东吴纳了聘, 一切完备。 石建安十四年冬十月, 玄德与赵长孙前取快船十支, 随行五百余人, 离了荆州, 前往南徐进发。 荆州之事, 皆听孔明才处。 玄德心中样样不安。 到南徐州, 船已报案, 云约军师吩咐三条妙计, 依此而行。 今已到此, 当先开第一个锦囊来看。 于是, 开囊看了计策, 便换五百随行军士, 依依吩咐如此如此, 众军领命而去, 又叫玄德先往见乔国佬, 那乔国佬乃二乔之父, 居于南徐。 玄德千阳丹九, 先往拜见, 说吕饭为梅, 娶夫人之事。 随行五百军士, 居披红挂彩, 入南徐买般物件, 传说玄德入坠东吴, 城中人尽知其事。 孙权之玄德已到, 叫吕饭相待, 且就管舍安歇。 却说乔国佬既见玄德, 便入见吴国太贺喜。 国太曰, 有何喜事? 乔国佬曰, 并爱以许留玄德为夫人, 今玄德已到, 何故相难? 国太经曰, 老身不知此事。 辩使人请吴侯问虚时, 一面先使人于城中探听。 人皆回报, 国有此事。 女婿已在管义安歇, 五百随行军事都在城中买珠洋国品, 准备成亲。 作媒的女家是吕饭, 男家是孙权, 聚在管义中相待。 国太吃了一惊, 少请孙权入后堂见母亲。 国太垂胸大哭, 全曰母亲何故烦恼? 国太曰, 你知如此将我看成的如无。 我姐姐临危之时, 吩咐你什么话来? 孙权诗经曰, 母亲有话名说, 何苦如此? 国太曰, 男大虚婚, 女大虚嫁, 古今常礼。 我为你母亲, 是当禀命于我。 你朝留玄德为婿, 如何瞒我? 女儿虚是我的。 全吃了一惊, 问曰, 那里得这话来? 国太曰, 若要不知, 除非莫为。 满城百姓, 那一个不知。 你倒瞒我。 乔国老曰, 老夫已知多日了, 今特来贺喜。 全曰, 非也。 此事周瑜之际, 因要取荆州, 故将此为名, 转刘备, 来居求在此, 要他把荆州来换, 若其不从, 先斩刘备。 此事计策, 非十亿也。 国太大怒, 骂周瑜曰, 辱作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 直嫩无条计策去取荆州, 却将我女儿为名, 使美人计。 杀了刘备, 我女便是妄门寡, 明日再怎地说亲? 虚误了我女儿一事。 你们好坐坐。 乔国老曰, 若用此计, 便得荆州, 也被天下人耻笑。 此事如何行的? 说得孙权默然无语, 国太不住口地骂周瑜。 乔国老劝曰, 事已如此, 刘皇叔乃汉氏宗金, 不如真个招他为序, 免得出丑。 权曰, 年纪恐不相当。 国老曰, 刘皇叔乃当事豪杰, 若招得这个女婿, 也不辱了另媚。 国太曰, 我不曾认得刘皇叔。 明日曰在甘露寺相见, 如不中我义, 认从你们行事。 若中我的义, 我自把女儿嫁他。 孙权乃大孝之人, 见母亲如此言语, 随即应承, 出外换旅犯, 吩咐来日甘露寺方丈设宴, 国太要见刘备。 旅犯曰, 何不令甲华步领三百刀扶手, 扶于两郎。 若国太不喜时, 一生好举, 两边其出, 将他拿下。 权遂换甲华, 吩咐预先准备, 只看国太举动。 却说乔国老辞吴国太规, 使人屈保玄德, 言来日吴侯, 国太亲自要见, 好生在意。 玄德与孙前照云商议。 云曰来日此会, 多凶少吉, 云自引五百军保护。 次日, 吴国太, 乔国老, 先在甘露寺方丈里坐定。 孙权引一般谋事, 随后都道, 却叫吕范来管义中请玄德。 玄德那批戏凯, 外穿棉袍, 从人背剑紧随, 上马头甘露寺来。 赵云全装灌带, 引五百军随行。 来到四前下马, 先见孙权。 权官玄德仪表非凡, 心中有畏惧之意。 二人叙礼弼, 遂入方丈见国太。 国太见了玄德, 大喜, 为乔国老约, 真无序也。 国老约玄德有龙凤之姿, 天日之表, 更兼仁德不于天下, 国太得此家序, 真可庆也。 玄德败谢, 贡宴于方丈之中。 少客, 子龙待见而入, 立于玄德之策。 国太问曰, 此事何人? 玄德答曰, 常山赵子龙也。 国太曰, 莫非当阳长板报阿斗者乎? 玄德曰, 然。 国太曰, 真将军也。 遂次已久。 赵云为玄德曰, 却才某于廊下巡视, 剑坊内有刀扶手埋伏, 必无好意。 可告知国太。 玄德乃跪于国太席前, 弃而告曰, 若杀刘备, 就此请诛。 国太曰, 何出此言? 玄德曰, 廊下按扶刀扶手, 非杀备而合。 国太大怒, 则骂孙权, 今日玄德既为我序, 及我之儿女也。 何故扶刀扶手于廊下? 全推不知, 换旅犯问之, 犯推贾华, 国太换贾华则骂, 华漠然无言。 国太贺令斩之, 玄德告曰, 若斩大将, 于亲不利, 北南久居西下矣。 乔国老也相劝, 国太方赤退贾华, 刀扶手皆抱头鼠窜而去。 玄德更衣出殿前, 剑亭下有一石块。 玄德把从者所配之剑, 仰天铸曰, 若刘备能勾回荆州, 成王霸之夜, 一剑灰石为两断。 如死于此地, 剑堕石不开。 盐气, 手起剑落, 火光动剑, 砍石为两断。 孙权在后面看见, 问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 玄德约, 被年近五旬, 不能为国家搅除贼党, 心肠自恨。 金蒙国太昭为女婿, 此平生之际欲也。 下采问天买卦, 如破曹星汉, 砍断此石。 经果然如此。 全案司, 刘备莫非用此言瞒我。 亦彻见为玄德约, 无意问天买卦。 若破的曹贼, 亦断此石。 却暗暗筑告约, 若再取得荆州, 倾望东吴, 砍石为两斑。 手起剑落, 巨石一开。 至今有十字文恨石, 尚存。 后人观此圣迹, 作诗赞约。 宝剑落石山石段, 金环响处火光声。 两朝旺气皆天数, 从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弃剑, 相邪入席。 又已述寻, 孙前牧师玄德, 玄德辞约, 被不胜久力, 告退。 孙权送出寺前, 二人并立, 观江山之井。 玄德约, 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 至今甘露四排上云, 天下第一江山。 后人有诗赞约, 江山与纪雍青罗, 境界无忧乐最多。 昔日英雄宁牧处, 岩牙依旧抵风波。 二人共懒之次, 江风浩荡, 洪波滚雪, 白浪先天。 呼见波上一夜小舟, 行于江面上, 如行平地。 玄德探约, 男人驾船, 北人乘马, 信有之也。 孙权文言自私约, 刘备此言, 戏我不惯乘马耳。 乃令左右牵过马来, 飞身上马, 持骤下山, 赴家鞭上岭。 校尉玄德约, 男人不能乘马乎。 玄德文言, 撩依一跃, 跃上马背, 飞走下山, 赴驰骋而上。 二人立马于山坡之上, 扬边大笑。 至今, 此处名为驻马坡。 后人有诗约, 持骤龙居气概多, 二人并配往山河。 东吴西蜀城王大, 千古有存驻马坡。 当日二人并配而回, 南徐之民, 吴不称赫。 玄德自毁管义, 与孙前商议。 钱曰, 主公只是哀求乔国老, 早早避阴, 免生别事。 次日, 玄德复制乔国老宅前下马。 国老接入, 礼弊, 茶坝, 玄德告曰, 江左之人, 多有要害刘备者, 恐不能久居。 国老曰, 玄德宽心。 吴伟公告国泰, 并作护持。 玄德拜谢自毁。 乔国老入见国泰, 严玄德恐人谋害, 急急要回。 国泰大怒约, 我的女婿, 谁敢害他。 即时便叫, 搬入书院赞助, 择日必因。 玄德自入告国泰约, 只恐赵云在外不便, 军事无人约束。 国泰叫进搬入府中安歇, 休留在管一中, 免得生事。 玄德按喜。 数日之内, 大排言会, 孙夫人与玄德结亲。 至网客散, 两行红聚, 接引玄德入房。 灯光之下, 弹剑枪刀促满, 势必皆配剑玄刀, 立于两磅。 德玄德魂不附体。 正是, 惊看侍女横刀立, 一是东吴射伏兵。 毕竟是何缘故, 且看下文分解。 第55回, 玄德至姬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锦。 却说, 玄德见孙夫人房中两边枪刀森裂, 势必皆配剑, 不绝失策。 管家婆近曰, 贵人修得京剧夫人自幼好官武士, 居常令势必积见为乐, 故而如此。 玄德曰, 非夫人所观之事, 无甚心寒, 可命暂去。 管家婆禀赴孙夫人曰, 房中百列兵器, 娇客不安, 金且去之。 孙夫人笑约, 厮杀半生, 上聚兵器壶, 命禁撤去, 令氏璧解剑服侍。 当夜玄德与孙夫人成亲, 两情欢恰。 玄德又将金箔散给氏璧, 以买其心, 先叫孙前回, 荆州报喜。 自此连日饮酒, 国泰十分爱敬, 却说孙权差人来柴桑郡报周瑜, 说我母亲立主, 已将吾媚嫁刘备, 不想弄假成真。 此事还妇如何? 于文大经, 行作不安, 乃思一记, 休密叔父, 来人迟回见孙权。 权差书是之, 书略曰, 于所谋之事, 不想反复如此, 既以弄假成真, 又当就此用计。 刘备以萧雄之姿, 有官张、赵云之将, 更兼诸葛用谋, 必非九屈人下者。 于义莫如软困之于无中, 胜为助公事, 以丧及心智, 多颂美色完好, 以于其耳目, 时分开官张之情, 隔远诸葛之气, 各至一方, 然后以兵击之, 大事可定义。 今若纵之, 恐蛟龙的云语, 终非池中勿也。 愿名公属私之, 孙权看碧, 以书是张钊。 钊曰, 宫谨之谋, 正何余义。 刘备起身微末, 奔走天下, 未尝受享富贵。 今若以华唐大厦, 子女金箔, 并比享用, 自然疏远孔明, 官, 张等, 使彼各生愿望, 然后荆州可图也。 主公可依宫谨之计, 而塑行之。 权大喜, 即日修整东府, 广栽花木, 承设弃用, 请玄德与魅居住, 又增女乐数十余人, 并金玉仅起完好之物。 国泰指导孙权好意, 喜不自胜。 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谜, 全部想回荆州。 却说, 赵云与吴百军在东府前驻, 终日无事, 只去城外射箭走马。 看看年终, 云蒙行, 孔明吩咐三个锦囊于我, 叫我移到南徐, 开第一个, 住到年终, 开第二个, 临到危急无路之时, 开第三个, 于内有神出鬼没之计, 可保主公回家。 此时岁已将终, 主公贪恋女色, 并不见面, 何不拆开第二个锦囊, 看计而行。 遂拆开誓之, 原来如此神策, 即日进到府堂, 要见玄德。 势必报曰, 赵子龙由紧急事来报贵人。 玄德患入问之, 云阳作诗经之状曰, 主公身居化堂, 不想荆州也。 玄德曰, 有甚是如此精怪。 云曰, 今早孔明时来报, 说曹操要报赤必敖兵之恨, 起精兵五十万, 杀本荆州, 甚是危急, 请主公便回。 玄德曰, 必须与夫人商议。 云曰, 若和夫人商议, 必不肯叫主公回。 不如修说, 今晚便好启程。 持则务事。 玄德曰, 你且暂退, 我自有道理。 云故意催逼数番而出。 玄德入见孙夫人, 暗暗垂类。 孙夫人曰, 丈夫何故烦恼。 玄德曰, 念被一身飘荡异乡, 生不能侍奉二亲, 又不能祭祀宗族, 乃大逆不孝也。 金遂但在耳, 使被异样不宜。 孙夫人曰, 你修满我, 我已听之了也。 方才赵子龙报, 说荆州危急, 你欲还乡, 故推此意。 玄德贵而告曰, 夫人记之, 被安敢相瞒。 被欲不去, 使荆州有失, 被天下人耻笑, 欲去, 又舍不得夫人, 因此烦恼。 夫人曰, 妾以弑君, 任君所知, 妾当相随。 玄德曰, 夫人之心, 虽则如此, 争奈国太与吾侯安肯荣夫人去。 夫人若可怜刘备, 暂时辞别。 言必, 泪如雨下。 孙夫人劝曰, 丈夫休得烦恼。 妾当苦告母亲, 必放妾与君同去。 玄德曰, 纵然国太肯时, 吾侯必然阻挡。 孙夫人沉吟良久, 乃曰, 妾与君正诞拜贺时, 推称江边祭祖, 不告而去, 若何? 玄德又贵而谢曰, 若如此, 生死难忘。 妾无漏险。 两个商议已定。 玄德密换赵云吩咐正诞日, 你先引君士出城, 于官道等候。 吾推祭祖, 与夫人同走。 云领诺, 建安十五年春征玉元旦, 吾侯大会文武于堂上。 玄德与孙夫人入拜国太。 孙夫人约夫主向父母宗祖坟墓, 聚在桌郡, 昼夜伤感不已。 今日欲往江边, 望北遥记, 须告母亲得知。 国太约, 此孝道也, 岂有不从。 鲁虽不识旧孤, 可同鲁夫前驱祭拜, 亦见为父之礼。 孙夫人同玄德败谢而处, 此时只瞒着孙权。 夫人乘车, 只待随身, 一应戏软。 玄德上马, 引树旗跟随出城, 与赵云相会。 五百军士前遮后拥, 离了南徐, 攒城而行。 当日, 孙权大醉, 左右进士浮入后堂, 文武皆赛。 笔集众官探得玄德, 夫人陶顿之时, 天色已晚。 要报孙权, 权罪不行。 集至睡觉, 已是五更。 次日, 孙权闻之走了玄德, 即换文武商议。 张昭曰, 今日走了此人, 早晚必生祸乱。 可集追之。 孙权令陈武、 潘张选五百精兵, 无分昼夜, 勿要赶上拿回。 二将领命去了。 孙权深恨玄德, 将岸上玉焰, 衰为粉碎。 程浦曰, 主公空有冲天之怒, 某料陈武、 潘张, 必擒此人不得。 权曰, 焉敢为我令。 浦曰, 郡主自幼好官武士, 言义刚正, 诸将接据。 既然肯顺刘备, 必同心而去。 所追之将, 若见郡主, 岂肯下手。 权大怒, 撤索佩之剑, 换蒋钦, 周太听令, 约如二人将这口剑, 去取吴魅并留背头来。 为令者立斩。 蒋钦, 周太领命, 随后引一千军赶来。 却说, 玄德加兵纵佩, 散城而行。 当夜于, 陆散些两个更次, 慌忙其行。 看看来到柴桑借首, 望见后面尘头大起, 人报, 追兵制宜。 玄德荒问赵云约, 追兵济制, 如之奈何。 赵云约, 主攻先行, 某愿当后。 转过前面山脚, 一标军马拦住去路。 当先两员大将, 立生高叫约, 刘备早早下马受赴。 吴凤周都督将领, 守候多时。 原来周虞恐玄德走脱, 先是徐胜, 丁凤引三千军马, 于冲药之处扎营等候, 时常令人登高遥望, 要得玄德若投汉路, 必经此道而过。 当日, 徐胜, 盯奉了望德玄德异性人道, 各挫兵器, 劫住去路。 玄德惊慌乐回马, 问赵云约, 前有拦截之兵, 后有追赶之兵, 前后无路, 如之奈何。 云约, 主攻修荒, 军师有三条妙计, 都在锦囊之中。 已拆了两个, 并接应验。 今上有第三个在此, 吩咐遇危难之时, 方可拆开。 今日危急, 当拆官之, 便将锦囊拆开, 献与玄德。 玄德看了, 即来车前, 气告孙夫人曰, 备有心腹之言, 至此尽当时速。 夫人曰, 丈夫有何言语, 时对我说。 玄德曰, 昔日午后与周瑜同谋, 将夫人招架刘备, 时非为夫人祭, 乃欲忧困刘备, 而夺荆州尔。 夺了荆州, 必将杀备。 是以夫人为香儿, 而调备也。 备不惧万死而来, 盖之夫人有男子之胸襟, 必能连备。 昨文吴侯将玉加害, 故托荆州有难, 以图归继。 姓德夫人不弃, 同志于此。 今吴侯又令人在后追赶, 周瑜又使人于前结住, 非夫人莫解此祸。 如夫人不允, 被请死于车前, 以报夫人之德。 夫人怒曰, 吴侯既不以我为亲骨肉, 我有何面目重相见乎? 今日之威, 我当自解。 于是, 赤从人推车直出, 卷起车帘, 亲贺徐胜, 丁凤曰, 你二人欲造反业。 徐, 第二将荒芒下麻, 气了兵器, 声诺于车前曰, 安敢造反。 唯奉周都督将领, 屯兵在此专后留备。 孙夫人大怒曰, 周瑜逆贼。 我东吴不曾亏负你, 玄德乃大汉皇叔, 是我丈夫。 我已对母亲, 哥哥说, 支回荆州去。 即你两个鱼山脚去处, 引着军马拦截道路, 抑郁劫掠, 我夫妻财务业。 徐胜, 丁凤, 怒怒连声, 口称, 不敢。 请夫人息怒, 这不甘我等之事, 乃是周都督的将领。 孙夫人斥曰, 你只怕周瑜, 不不怕我。 周瑜杀的你, 我岂杀不得周瑜。 把周瑜大骂一场, 鹤令推车前进。 徐胜, 丁凤自私, 我等是下人。 安敢与夫人为傲。 又见赵云十分怒气, 只得把军喝住, 放条大路交过去。 下财行不得五六里, 背后陈武, 潘章赶到。 徐胜, 丁凤被言其事。 臣, 他二将曰, 你放他过去拆了也。 我二人奉吾侯旨意, 特来追捉他回去。 于是, 四将和兵一处, 攒成赶来。 玄德正行间, 呼听的背后, 喊声大起。 玄德诱告孙夫人曰, 后面追兵又到, 如之奈何。 夫人曰, 丈夫先行, 我与子龙当后。 玄德先引三百军, 望江岸去了。 子龙乐马于车棒, 将士族百胎, 专后来江。 四元将见了孙夫人, 只得下马, 插手而立。 夫人曰, 臣武, 攀章, 来此何干。 二将答曰, 奉主公之命, 请夫人, 玄德回。 夫人正色赤曰, 都是你这伙匹夫, 离见我兄妹不睦。 我已嫁他人, 今日归去, 须不是与人私奔。 我奉母今辞职, 令我夫妇回荆州。 便是我哥哥来, 也须一礼而行。 你二人倚仗兵威, 欲待杀害我也。 骂得四人面面相去, 各自寻思, 他一万年也只是兄妹。 更兼国太做主, 吾侯乃大孝之人, 怎敢唯逆母言。 明日翻过脸来, 只是我等不是, 不如做个人情。 军中又不见玄德, 但见赵云怒目睁眉, 只待厮杀。 因此, 四将懦懦连声而退。 孙夫人令推车变形。 徐胜曰, 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 告明此事。 四人犹豫未定, 呼见义军如旋风而来, 是知乃蒋亲周太。 二将问曰, 你等曾见刘备否? 四人曰, 早晨过去, 已半日矣。 蒋亲曰, 何不拿下? 四人各言孙夫人发话之事。 蒋亲曰, 便是吾侯怕到如此, 封一口见在此, 叫先杀他妹, 后斩刘备。 为者力斩。 四将曰, 去之遗远, 怎生奈何? 蒋亲曰, 他中是些不君, 急行不上。 徐, 第二将军, 可非报都督, 叫水陆照, 快船追赶。 我四人在岸上追赶, 无问水汉之路, 赶上沙了, 休听他言语。 于是, 徐胜, 丁凤, 非报周瑜, 蒋亲, 周太, 陈武, 潘张四个领兵, 沿江赶来。 却说, 玄德异性人马, 离柴桑教园, 来到流浪土, 心才稍宽。 沿着江岸巡渡, 一望江水弥漫, 并无传知。 玄德俯守陈尹, 赵云曰, 主公在湖口中逃出, 今已尽本界, 无料军师必有调度, 何用游宜? 玄德听罢, 默然想起在无繁华之事, 不觉欺然泪下。 后人有诗探曰, 无数成婚此水寻, 明珠不丈乌黄金。 谁知一女倾天下, 寓意流浪顶至心。 玄德, 令赵云望前哨探传之, 呼报后面尘土冲天而起。 玄德登高望之, 但见军马盖地而来, 探曰连日奔走, 人困马拔, 追兵诱到, 死无地义。 看看喊声渐进。 正慌几间, 呼见将岸边一字抛着, 托鹏船, 二十余之。 赵云曰, 天性有传在此。 何不诉下, 赵国对岸, 再作驱处。 玄德与孙夫人, 便奔上船。 子龙引五百军, 亦都上船。 只见船舱中, 一人观金道福, 大笑而出, 约主公且喜。 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 船中伴坐客人的, 皆是荆州水军。 玄德大喜, 不宜时, 四将赶到。 孔明孝指, 按赏人言约, 无以算定多时矣。 卢等回去船市周廊, 叫修在时美人举手段。 岸上乱箭射来, 船已开得远了。 蒋钦等四将, 只好待看。 玄德与孔明正行间, 忽然僵声大阵。 回头是知, 只见战船无数。 率自旗下, 周瑜自领灌战水军, 左有黄盖, 右有寒当, 视如飞马, 急似流星。 看看赶上, 孔明叫赵船投北岸, 弃了船, 进阶上岸而走, 车马登城。 周瑜赶到江边, 一阶上岸追袭。 大小水军, 近视步行, 只有为首官军骑马。 周瑜当先, 黄盖, 韩当, 徐胜, 丁凤锦随。 周瑜曰, 此处是那里。 军事达曰, 前面是黄州介手。 望见玄德车马不远, 于令并立追袭。 正赶之间, 一声鼓响, 山烟内一雕刀手涌出, 为首一员大将, 乃观云长野。 周瑜举止失措, 急拨马便走, 云长赶来, 周瑜纵马逃命。 正奔走间, 左边黄中, 右边魏严, 两军杀出。 无兵大败。 周瑜急急下的船时, 岸上军事起声大叫约,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于怒约, 可在登岸, 决意死战。 黄盖, 寒当立足。 于自私曰, 无计不成, 有何面目去见吴侯。 大叫一声, 金疮蹦裂, 倒于船上。 众将急救, 却早不省人事。 正是, 两番怒巧翻成桌, 此日寒称却待休。 未知周郎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雁同雀台, 孔明三弃周公锦。 却说, 周瑜被诸葛亮, 欲先埋伏关公, 黄忠, 魏延三只军马, 一击大败。 黄盖, 寒当急救下船, 折却水军无数。 摇关玄德, 孙夫人车马不从, 都停住于山顶之上, 于如何不弃。 剑窗未欲, 因怒气冲击, 窗口泵裂, 昏厥余地。 众将就醒, 开船逃去。 孔明教羞追赶, 自和玄德归荆州庆喜, 赏赐众将。 周瑜自回柴桑, 蒋钦等一行人, 马自归南徐报孙权。 权不胜愤怒, 欲拜成土为都督, 起兵取荆州。 周瑜又上书, 请兴兵雪恨。 张昭建约, 不可。 曹操日夜思暴赤壁之恨, 因孔孙, 刘童心, 故未敢兴兵。 金主公若以一时之分, 自相吞并, 曹璧承须来宫, 国事威夷。 故雍曰, 许都岂无细作在此。 若之孙, 刘不牧, 曹璧使人勾结刘备。 背聚东吴, 碧头曹操。 若是, 则江南何日得安。 未今之计, 莫若使人赴许都, 表刘备为荆州目。 曹操之之, 则聚而不敢加兵于东南, 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 然后使心腹用反奸之计, 并曹, 刘相公, 无成细而图之, 思维得尔。 全曰, 元叹之言甚善。 但谁可为始? 雍曰, 此间有一人, 乃曹操静目者, 可以为始。 全问何人? 雍曰, 划心在此, 何不浅之? 全大喜, 即浅心机表赴许都。 新领命启程, 进到许都来见曹操。 文曹会群臣于叶郡, 庆赏同雀台, 心乃赴叶郡后见。 曹自赤笔拜后, 长思报仇, 指遗孙, 牛并立, 因此不敢倾尽, 使建安十五年春, 造同雀台城, 曹乃大会文武于叶郡, 设宴庆贺。 其台正林张合, 中央乃同雀台, 左边一座名玉龙台, 右边一座名金凤台, 各高十丈, 上横二桥相通, 千门万户, 金碧交辉。 时日, 曹操头戴欠宝金冠, 身穿绿锦罗袍, 玉带朱驴, 平高而坐。 文武势力台下, 曹玉官五官笔式弓箭, 乃使近世将西川红锦战袍一领, 挂于垂扬之上, 下射一剑朵, 以百步为剑。 分武官为两队, 曹氏宗族聚穿红, 其余将士聚穿绿, 各代雕攻长剑, 跨安勒马, 听后指挥。 曹传令曰, 有能射中剑朵红心者, 即以锦袍四肢, 如射不重, 伐水一杯。 号令方下, 红袍队中, 一个少年将军, 骤马而出, 重视之, 乃曹修也。 修飞马往来, 奔驰三次, 扣上剑, 拽满弓, 一剑射去, 正中红心。 金谷其名, 众皆喝彩。 曹操于台上望见大喜, 约此吴家千里居也。 方玉使人取锦袍与曹修, 只见绿袍队中, 一骑飞出, 较曰丞相锦袍, 和让俺外姓先取, 宗族中不宜掺阅。 曹氏其人, 乃文辟也。 众官曰, 且看文仲也设法。 文聘念工纵马一剑, 意中红心。 众皆喝彩, 金谷乱鸣。 聘打呼曰, 快取袍来。 只见红袍队中, 右翼将飞马而出, 立生曰, 文烈先射, 辱何得争夺。 看我与你两个解剑, 拽满弓, 一剑射去, 也中红心。 众人其声喝彩, 是其人, 乃曹洪也。 红方欲取袍, 只见绿袍队里又一将出, 阳公叫约, 你三人设法, 合足为奇。 看我设来, 众是之, 乃张合也。 和飞马翻身, 被设一剑, 也中红心。 四只剑齐齐地攒在红心里, 众人都道, 好设法。 和约, 锦袍须, 该是我的。 严未必, 红袍队中, 亦将飞马而出, 大叫约, 乳翻身被射, 何俗称义。 看我夺射红心。 众是之, 乃下侯冤也, 冤咒马之借口, 扭回身一剑射去, 正在四剑当中, 筋骨齐鸣。 冤勒马按公大叫约, 此剑可夺得锦袍吗? 只见绿袍队里, 亦将应胜而出, 大叫且留下锦袍, 与我虚晃。 冤约, 辱更有何设法, 可夺我袍。 谎约, 辱夺射红心, 不足为意。 看我单取锦袍。 您攻搭建, 遥望柳条射去, 恰好射断柳条, 锦袍坠地。 徐晃飞取锦袍, 披于身上, 骤马至台前生诺曰, 谢成香袍。 曹操与仲冠, 无不撑险。 谎才勒马要回, 猛然台边跃出一个绿袍将军, 大呼约, 你将锦袍那里去, 早早留下于我。 众是知, 乃徐楚也。 谎曰, 袍已在此, 辱何敢强夺。 楚更不回答, 竟飞马来夺袍。 两马相近, 徐晃便把攻打徐楚。 楚一手按住攻, 把徐晃脱离安桥。 晃急气了攻, 翻身下马, 楚一下马, 两个揪住私打。 操急使人解开。 那灵锦袍已是扯得粉碎。 操令二人都上台。 徐晃睁眉怒目, 徐楚切齿咬牙, 各有相斗之意。 操孝曰, 孤特是功等之勇尔。 其兮一锦袍栽。 便教诸将尽都上台, 各次赎紧一匹, 诸将各个称谢。 操命各一, 为此而作。 月声静奏, 水路并沉。 文官武将轮次拔展, 献愁交错。 操顾魏众文官曰, 武将既以骑设为乐, 足显威勇矣。 功等皆宝学之事, 登此高台, 可不尽家章, 以既一时之胜是乎。 众官皆功身而言曰, 愿从君命。 时有王朗、 忠周、 王灿、 陈黎一般文官, 尽献十章。 世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 何当寿命之意。 曹操竹一揽弊, 孝曰诸公佳作, 过欲甚矣。 孤本于漏, 时举孝廉。 后执天下大乱, 驻京涉于乔东五十里, 欲春夏读书, 秋冬涉裂, 以待天下清平, 方出誓尔。 不亦朝廷只孤, 为典君校尉, 遂更其意, 专誉为国家讨贼立功, 吐死后, 得提牧道曰, 汉顾征熙将军曹侯之墓, 平生怨足矣。 念自讨董卓, 缴黄金以来, 除元术, 破吕布, 灭元少, 定流表, 遂平天下。 身为宰相, 仁臣之贵已及, 又复何妄哉。 如国家无辜一人, 正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或见孤玄仲, 妄相存度, 宜孤有一心, 此大谬也。 孤常念孔子称, 文王之志德, 此言耿耿在心。 但欲孤伟捐兵重, 归咎所封五平侯之国, 时不可耳, 诚孔一解兵兵, 为人所害, 孤败, 则国家轻规, 是以不得目须名, 而处食祸也。 诸公必无知孤义者, 众皆启拜约, 虽一隐, 周公不及成相义。 后人有诗约, 周公恐拒留炎日, 王莽千功下事时。 假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为有谁知。 曹操连引数杯, 不绝沉醉, 患左右捧过笔焰, 亦遇作同阙台诗。 刚才下笔, 呼报, 东吴使画心表奏刘备, 为荆州目, 孙权以媚驾刘备, 汉上久俊, 大半以蜀备矣。 曹文之, 手脚慌乱, 头笔余地。 承玉曰, 丞相在万军之中, 使时交功之际, 未尝动心。 禁问刘备得了荆州, 何故如此失惊? 曹曰, 刘备, 人中之龙也, 生平未尝得水。 今的荆州, 是困隆入大海矣, 官的不动心灾。 承玉曰, 承香之画心来一否? 曹曰, 未知。 玉曰, 孙权本纪刘备, 玉以兵攻之, 但孔城乡城须而鸡, 故令划心为使, 表见刘备, 乃安备之心, 以色诚相之望而。 曹点头曰, 誓也。 玉曰, 谋有遗迹, 使孙, 由自相吞并, 呈相成兼徒之, 一股而二敌俱破。 曹大喜, 遂问其迹。 承玉曰, 东吴所遗者, 周瑜也。 承相今表奏周瑜, 为南郡太守, 承蒲为江夏太守, 刘化心, 再吵重用之, 于碧字与刘备为仇敌矣。 我承其相并而徒之, 不亦善乎。 曹曰, 众德之言, 正何孤矣。 遂照化心上台, 重加赏赐。 当日言散, 曹吉引文武回许昌, 表奏周瑜, 为总领南郡太守, 承土为江夏太守。 封化心为大理少卿, 留在许都。 使命之东吾, 周瑜, 成谱各受侄弃。 周瑜既令南郡, 御私报仇, 遂尚书吾侯, 其令鲁肃去讨还荆州。 孙权乃命祖曰, 鲁西宝借荆周与刘备, 今被千言不还, 等待何时。 肃曰, 文书上明白写着, 得了西川便还。 全赤曰, 只说取西川, 到今又不动兵, 不等老了人。 肃曰, 某愿往言之, 遂成船头荆州而来。 却说玄德与孔明 在荆州广聚粮草, 调炼军马, 远近之事多归之。 呼报鲁肃道, 玄德问孔明曰, 此尽此来何意? 孔明曰, 左者孙权表主公, 为荆州墓, 此事据曹操之计。 曹丰周瑜为南郡太守, 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 他好于衷取誓也。 今鲁肃此来, 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 要来所荆州之议。 玄德曰, 何以达之? 孔明曰, 若肃提起荆州之事, 主公便放声大哭。 哭到悲怯之处, 量子出来解劝。 机会已定, 接鲁肃入府, 礼弊续作。 肃曰, 今日皇叔做了东吴女婿, 便是鲁肃主人, 如何敢作? 玄德孝曰, 此境与我就交, 何必太见? 肃乃就作。 茶坝, 肃曰, 金凤吴侯君命, 专为荆州一事而来。 皇叔已借助多时, 为蒙见还。 金济两家结亲, 当看亲情面上, 早早交付。 玄德文言, 掩面大哭。 肃经曰, 皇叔何故如此? 玄德哭声不绝。 孔明从平后出约, 亮听之久矣, 子敬之吴主人哭的缘故吗? 肃曰, 某时不知。 孔明曰, 有何难见? 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 徐下取得西川便还。 仔细想来, 益州流张是我主人之地, 一般都是汉朝骨肉, 若要兴兵, 去取他成识时, 恐被外人唾骂。 若要不取, 还了荆州, 何处安身? 若不还时, 余尊就面上, 又不好看。 事实两难, 因此泪出痛肠。 孔明说罢, 触动玄德忠肠, 真各垂胸顿足, 放声大哭。 鲁肃劝曰, 皇叔且休烦恼, 与孔明从长记忆。 孔明曰, 有凡子敬, 回见吴侯, 勿兮一言之劳, 将此烦恼清洁, 肯告吴侯, 在容己时。 肃曰, 躺吴侯不从, 如之奈何。 孔明曰, 吴侯既以亲妹聘驾皇叔, 安得不从乎。 望子敬善也回复, 鲁肃是个宽人长者, 见玄德如此哀痛, 只得应允。 玄德, 孔明败谢。 燕毕, 送鲁肃下船。 静到柴桑, 见了周瑜, 巨言其事。 周瑜顿足曰, 此敬诱中诸葛亮之计也。 当初刘备依刘表时, 常有吞并之意, 何况西川刘张乎。 四次推调, 未免累积老兄仪。 无有一计, 使诸葛亮不能出无算中。 子敬便当一行。 速曰, 愿闻妙策。 于曰, 子敬不必去见吴侯, 再去荆州, 对刘备说, 孙, 刘两家, 既结为亲, 便是一家。 若刘氏不忍去取西川, 我东吴起兵去赶, 取得西川时, 以作嫁资, 却把荆州交还东吴。 速曰, 西川调地, 取之非易。 嘟嘟此计, 莫非不可。 于孝曰, 子敬真长者也。 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 我只以此为名, 时遇去取荆州, 且教他不做准备。 东吴军马收川, 路过荆州, 就问他索要钱粮, 刘备必然出城劳军。 那时城市杀志, 夺取荆州, 血无之恨, 解足下之祸。 鲁肃大喜, 便再往荆州来, 玄德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 鲁肃必不曾见吴侯, 直到柴桑和周瑜商量的肾计策, 来又无二。 但说的话, 主公只看我点头, 便满口应成。 忌讳已定, 鲁肃入见。 李毕, 曰, 吴侯甚是, 称赞皇叔圣德, 遂与诸将商议, 起兵替皇叔收川。 取了西川, 却换荆州, 以西川权当驾资。 但军马经过, 却望应歇前两。 孔明听了, 盲点头曰, 难得吴侯好心。 玄德拱手称谢曰, 此皆紫敬善言之力。 孔明曰, 如雄师道日, 即当远街靠牢。 鲁肃暗喜, 厌霸此回。 玄德问孔明曰, 此事何意? 孔明大孝曰, 周宇此日尽矣。 这等计策, 小儿也瞒不过。 玄德又问如何, 孔明曰, 此乃假徒灭国之计也。 须名牧川, 拾取荆州。 等主公出城劳君, 城市拿下, 杀戮城来,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也。 玄德曰, 如之奈何。 孔明曰, 主公宽心, 只顾准备窝公以擒猛虎, 安排香儿以钓鱿鱼。 等周瑜到来, 他便不死, 也九分无弃。 变唤赵云听计, 如此如此, 其余我自由摆布。 玄德大喜, 后人有诗云。 周瑜决策取荆州, 诸葛先知第一筹, 指望长江湘而稳, 不知岸里钓鱼沟。 却说鲁肃回剑周瑜, 说玄德, 孔明欢喜一节, 准备出城劳军。 周瑜大笑约, 原来金番也中了无忌, 便教鲁肃禀报吴侯, 并遣成谱引军接应。 周瑜此时, 剑窗以剑平玉, 身躯无视, 使甘宁为先锋, 自语徐胜, 丁凤为第二, 丙筒, 与蒙为后队, 水陆大兵五万, 往荆州而来。 周瑜在船中, 石副欢笑, 以为孔明重计。 前军之下口, 周瑜问, 荆州有人在前面接否? 人报, 刘皇叔使弥竹来见都督。 于幻智, 问劳军如何? 弥竹曰, 主公皆准备安排下了。 于曰, 皇叔何在? 竹曰, 在荆州城门外相等, 与都督拔斩。 于曰, 今为儒家之事, 出兵远征, 劳军之礼, 休得轻易。 弥竹领了言语先回, 战船秘密, 抬在江上, 依次而尽, 看看至公安, 并无一支军船, 又无一人远街。 周瑜催船塑行, 离荆州十余里, 只见江面上净荡荡的。 少探的回报, 荆州城上, 插两面白旗, 并不见一人之影。 于心仪, 叫把船磅案, 亲自上岸城马, 带了甘宁, 徐胜, 丁凤一班军官, 引亲随京军三千人, 静往荆州来。 既至城下, 并不见动静。 于勒驻马, 令军事叫门。 城上问是谁人? 吴军答约, 使东吴周都督亲自在此。 言未必, 呼一声帮子响, 城上军一起都竖起枪刀。 笛楼上赵云出约, 都督此行, 端得为何? 于曰, 吴涕如主取西川, 如启游未知也。 云曰, 孔明军师已知都督, 假图灭国之计, 故留赵云在此。 吴主公有言, 孤语刘彰, 皆汉氏宗亲, 安忍辈义, 而取西川。 若汝东无端地取蜀, 吴当批发入山, 不失信, 与天下也。 周虞闻之, 勒马便回。 只见一人打着令字棋, 与马前报说, 探得四路军马, 一骑杀到, 关某从江陵杀来, 张飞从紫龟杀来, 黄中从公安杀来, 魏延从柴陵小路杀来, 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 海生远近镇洞百鱼里, 接言要捉舟鱼。 与马上大叫一声, 剑窗覆裂, 坠于马下。 正是, 一朝其高难对敌, 几番算定总成空。 为之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沃龙吊丧, 磊阳县奉处礼事。 却说周虞怒气田兄, 坠于马下, 左右急救归传。 军事传说, 玄德, 孔明在前山顶上, 饮酒取乐。 于大怒, 咬牙切齿曰, 你道我取不得西川, 无事取之。 正恨间, 仁豹吾侯浅地孙虞道。 周虞接入, 据言其事, 孙虞曰, 吾奉兄命, 来驻都督。 遂令催君前行, 行至八丘, 仁豹上流有流风, 官平二人, 领军截驻水路。 周虞欲怒, 忽悠暴孔明, 遣人送书至。 周虞拆封是指, 书曰, 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 智书于东吴, 大都督公锦先生麾下, 亮子柴桑一别, 至今, 列列不忘。 文族下欲取西川, 亮妾已为不可。 一周民强地险, 游张虽暗弱, 足以自首。 今劳时远征, 转运万里, 御收全功, 虽吴起不能定其归, 孙武不能善其后也。 曹操失利于赤壁, 致起虚于旺报酬灾。 金族下行兵远征, 躺操成虚而至, 江南积焚矣。 亮不忍作事, 特此告之。 姓锤照见。 周虞拦弊, 长叹一生, 换左右取之笔作书, 尚吴侯。 乃聚众将曰, 无非不欲尽忠报国, 乃天命以绝矣。 如等善事吴侯, 共成大业。 炎气, 昏厥。 徐徐又醒, 仰天长叹曰, 既生于何生亮。 连教数生而亡。 瘦三十六岁。 后人有诗探曰, 赤壁宜雄烈, 青年有俱生。 贤歌之雅异, 悲酒谢良朋。 曾夜三千虎, 长驱十半兵。 八丘忠命处, 平调欲伤情。 周虞停丧于八丘。 众将将所遗书间, 且人非报孙权。 权文于死, 放声大哭。 拆使其书, 乃见卤素, 以自代也。 书略曰, 予以凡才, 何蒙疏欲, 委任父亲, 统御兵马, 赶不解骨弓之力, 以图报效。 奈死生不测, 修短有命, 余智未斩, 威躯疑允, 疑恨何疾。 方今曹操在北, 江场未静, 刘备纪欲, 有四杨虎, 天下之势, 尚未可知。 死正朝是干食之秋, 至尊垂律之日也。 鲁肃忠烈, 临世不苟, 可以待于之人。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躺蒙垂见, 与死不修矣。 孙玄揽毕, 库曰, 公己有王左之才, 仅乎短命而死, 孤何赖灾。 记遗书特见紫禁, 孤感不从之。 即日便命鲁肃为都督, 总统兵马, 一面叫发周瑜灵鹫回藏。 却说孔明, 在荆州, 夜观天文, 见江星坠地, 乃孝曰, 周瑜死矣。 至小, 告于玄德。 玄德使人探知, 果然死了。 玄德问孔明曰, 周瑜既死, 还当如何? 孔明曰, 待于领兵者, 必掳素眼。 亮观天象, 将兴聚于东方。 亮当已调丧为由。 往江东走一遭, 就寻贤士, 佐助主公。 玄德曰, 指孔吾中将士, 加害于县上。 孔明曰, 于在之日, 量由不惧, 既于已死, 又何换乎? 乃与赵云引吾百军, 聚迹礼, 下船赴八丘调丧。 鱼路探听的孙权, 以令鲁肃为都督, 周瑜灵舅, 以回柴丧。 孔明静至柴丧, 鲁肃以礼迎接。 周瑜部将皆欲杀孔明, 因见赵云待见相随, 不敢下手。 孔明教舍祭物, 于灵前, 亲自垫酒, 跪于地下, 读记文曰。 呜呼恭谨, 不幸妖王。 修短顾天, 人岂不伤。 我心是痛, 累酒一伤, 君其有灵, 想我争长。 调君又学, 以骄伯服, 仗义书才, 让舍以民。 调君若贯, 万里彭团, 定见霸业, 割据江南。 调君壮丽, 远镇八丘, 景生怀绿, 讨逆无忧。 调君丰度, 加配小桥, 汉陈之序, 不愧当朝, 调君气盖, 建祖纳志, 使不垂斥, 忠能奋矣。 调君驼阳, 蒋干来说, 挥洒自如, 雅量高致。 调君红彩, 文武筹略, 火攻破敌, 婉强为弱。 响君当年, 雄姿应发, 哭君早逝, 辅得流血。 忠义之心, 英灵之气, 命中三计, 名垂百事, 哀君情怯, 惆怅千结, 唯我甘胆, 悲无断绝。 浩天昏暗, 三君创燃, 主为哀气, 有为泪怜。 量也不才, 盖继求谋, 助吴聚曹, 辅汉安流, 极小之缘, 守伟相仇, 若存若亡, 何律何忧。 乌乎恭谨, 生死永别, 不守其真, 明明灭灭, 魂如有灵, 已见我心, 从此天下, 更无之音。 乌乎痛哉, 浮为上响, 孔明记毙, 伏地大哭, 泪如永泉, 哀痛不已。 众相相未曰, 人尽道恭谨, 与孔明不睦, 金观, 其祭奠之情, 人皆虚言也。 鲁肃见孔明如此悲怯, 亦为感伤, 自私曰, 孔明自是多情, 乃恭谨量窄, 自取思耳。 后人有诗探曰, 卧龙南阳, 睡未醒, 又天列要下书城。 苍天既已生恭谨, 臣氏何须出孔明。 鲁肃设宴款待孔明, 宴霸, 孔明辞回。 方玉下传, 直见江边, 一人道袍竹冠, 造逃宿履, 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 乳气死周郎, 却又来吊笑, 名其东吴无人也。 孔明即是其人, 乃凤厨先生庞同也。 孔明依大笑, 两人携手登舟, 各诉心事。 孔明乃留书, 一封于统, 主曰, 无料孙众谋必, 不能重用足下, 稍有不如意, 可来荆州共服玄德。 此人宽忍厚德, 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 同陨落而别, 孔明自回荆州。 却说鲁肃颂周于灵鹫, 日无胡, 孙权接着, 枯寄于前, 命后葬于本乡。 予有两男一女, 长男寻, 刺男印, 全皆后续之。 鲁肃曰, 素鹿鹿雍才, 勿蒙恭谨重见, 其实不称所值, 愿举一人, 以助主公。 此人尚通天文, 下小地理, 谋略不检于管, 乐, 书姬可并于孙, 无。 往日周恭谨, 多用其言, 孔明一身服其治, 现在江南, 何不重用。 全文言大喜, 便问此人姓名。 素曰, 此人乃襄阳人, 姓庞, 明统, 自事员道好凤厨先生。 全曰, 顾一文其名久矣, 今即在此, 可及请来相见。 于是鲁肃, 邀请唐统入见孙权。 施礼毕, 全见其人浓眉鲜鼻, 黑面短然, 形容古怪, 心中不喜。 乃问曰, 公平生所学, 以何为主? 统曰, 不必拘止, 随机应变。 全曰, 公之才学, 比公谨如何? 统孝曰, 某之所学, 与公谨大不相同。 全平生醉喜周瑜, 见统清之, 心中欲不乐, 乃为统曰, 公且退。 但有用功之时, 却来相请。 统长太义生而出。 鲁肃曰, 主公和不用庞氏元。 全曰, 狂氏也, 用之何意? 肃曰, 赤壁敖兵之时, 此人曾献连环策, 呈第一公。 主公想必知智。 全曰, 此时乃曹操自欲定传, 未必此从之功也, 无事不用之。 鲁肃初卫旁统曰, 非肃不见足下, 奈吾吼不肯用功。 公且耐心。 统低头, 长叹不语。 肃曰, 公莫非无异于无中乎。 统不达。 肃曰, 公报框记之才, 何往不利。 可时对肃炎, 将欲何往? 统曰, 吴玉头曹操去也。 肃曰, 此明珠暗投矣, 可往荆州投留皇叔, 必然重用。 统曰, 统一时欲如此, 前言细耳。 肃曰, 某当作书奉剑, 功辅玄德, 必令孙, 有两家, 无相攻击, 同利破曹。 统曰, 此某平生之肃之也, 乃求肃书。 竟往荆州, 来见玄德。 此时, 孔明暗查四郡未回, 门历传报, 江南明氏彭统, 特来相投。 玄德久闻统明, 便叫请入相见。 统见玄德, 长一不败。 玄德见统茂漏, 心中义不悦, 乃问统曰, 足下远来不义。 统部拿出鲁素, 孔明书投诚, 但达曰, 文皇书昭贤那事, 特来相投。 玄德曰, 经厨烧定, 苦无闲职。 此需东北, 一百三十里, 有一县明磊阳县, 缺一县载, 屈公认之, 如后有缺, 却当重用。 统思, 玄德待我和薄, 寓意才学动之, 见孔明不在, 只得勉强相辞而去。 统道磊阳县, 不理正事, 终日饮酒为乐, 亦应钱粮辞送, 并不理会。 有人报之玄德, 严庞统将磊阳县市禁费。 玄德怒曰, 树入烟, 赶乱无法度。 遂唤张飞吩咐, 隐从人, 去京南诸县巡市, 如有不公不法者, 就便就问。 孔渝是有不明处, 可与孙前同去。 张飞领了言语, 与孙前前置磊阳县。 军民官吏, 接出郭迎接, 独不见县令。 非问曰, 县令何在? 同辽赴曰, 庞县令自道任即今, 将百余日, 县中之事, 并不理问, 每日饮酒, 自淡即夜, 旨在醉香。 今日宿酒未醒, 由卧不起。 张飞大怒, 欲勤之。 孙前曰, 庞氏元乃高明之人, 未可轻忽。 且道县问之, 如果于礼不当, 至罪未晚。 非乃入县, 正厅上坐定, 叫县令来见。 统一官不整, 扶罪而出。 非怒曰, 吴兄以辱为人, 令作县载, 辱焉敢尽费县事。 统孝曰, 将军已无费了县中和事。 非曰, 辱道任百余日, 终日在醉香, 安得不费正事。 统曰, 量百里小县, 歇小公事, 何难决断。 将军少坐, 待我发落。 随即换功力, 将百余日所积公务, 都取来铺断。 立街, 芬燃鸡报案卷上厅, 诉词被告人等, 还贵接下。 同手中批判, 口中发落, 而内听词, 取之分明, 并无分毫插错。 民街, 叩首拜扶。 不到半日, 将百余日之事, 尽断毙了, 投笔余地, 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 曹操, 孙权, 吴氏之若掌上官文, 量子小县, 何足借义? 非大经, 下席谢约, 先生大才, 小子施敬。 吴当于兄长处, 极力举荐。 同乃将出鲁速建书。 非约, 先生初见吴凶, 何不将出? 同约, 若便将出, 似乎专介建书, 来干业矣。 非故卫尊前约, 非公则是一大闲也。 遂此捅回荆州建玄德, 据说庞统之才。 玄德大经约, 屈带大贤, 吴之过也。 非将鲁速建书呈上。 玄德差事之, 书略约, 房氏元非百里之才, 使出至忠别下之刃, 使当斩其祭足。 如以冒举之, 孔父所学, 忠为他人所用, 时可惜也。 玄德看壁, 正在揭叹, 呼报孔明慧。 玄德接入, 礼毕, 孔明先明曰, 庞君师近日无恙否。 玄德曰, 近至磊阳县, 好久废事。 孔明孝曰, 誓原非百里之才, 凶中之学, 胜两十倍。 量曾有见书在世远处, 曾达主公否。 玄德曰, 今日方得此敬书, 却未见先生之书。 孔明曰, 大贤若处小刃, 往往依旧糊涂, 眷于世事。 玄德曰, 若非无地所言, 险师大贤。 随即令张飞王的阳县, 敬请庞统到荆州。 玄德下接请罪, 统方将出孔明所见之书。 玄德看书中之义, 言凤厨道日, 以其重用。 玄德喜曰, 西斯玛德操言, 扶龙, 凤厨, 两人的一, 可安天下, 今无二人皆得, 汉事可兴议。 遂拜旁统为 副军师中郎将, 与孔明共赞方略, 教练军士, 听候征法。 早有人报道许昌, 言刘备有诸葛亮, 旁统为谋士, 赵军买马, 积草屯粮, 连接东吴, 早晚必兴兵北伐。 曹操文之, 遂聚众谋士商议难征。 徐幽禁曰, 周虞心死, 可先取孙权, 赐功留备。 曹曰, 我若远征, 孔马腾来袭许都。 前在赤壁之时, 君中有额言, 一传息, 梁入寇之事, 今不可不妨也。 徐幽曰, 以鱼所见, 不若将召加马腾, 为征南将军, 石讨孙权, 又入京师, 先处此人, 则难争无唤矣。 曹大喜, 即日遣人, 积诏至西凉, 赵马腾。 却说腾自受成, 汉福波将军马园之后, 赴明肃, 自子硕, 还帝时, 为天水兰干县位, 后师官流落隆兮, 与羌人杂楚, 遂取羌女生腾。 腾身长八尺, 提茂雄义, 秉姓温良, 人多敬之。 临帝末年, 羌人多叛, 腾招募民兵破之。 出平中年, 因讨贼有功, 拜征熙将军, 与镇熙将军, 含遂为弟兄。 当日奉赵, 乃与长子马超商一约, 无自于董承受一代赵以来, 与刘玄德约共讨贼, 不幸董承已死, 玄德履败。 我又辟除西凉, 未能协助玄德。 今闻玄德已得荆州, 我正欲展昔日之志, 而曹操反来赵我, 当时如何? 马超曰, 操奉天子之命, 以赵父亲。 即若不枉, 比必以匿命则我已。 当承其来赵, 竟枉京师, 于中取世, 则昔日之志可斩也。 马腾兄子马代建曰, 曹操心怀叵测, 叔父若亡, 恐遭其害。 超曰, 而愿尽起西凉之兵, 随父亲杀入许昌, 为天下除害, 有何不可? 腾曰, 汝自统将兵保守西凉, 只交赤子马修, 马铁并指马代, 随我同往。 曹操见有汝在西凉, 又有寒碎相助, 量不敢加害于我也。 超曰, 父亲欲网, 切不可轻辱京师。 当随机应变, 观其动静。 腾曰, 无自由处, 不必夺旅。 于是, 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 先交马修, 马铁为前部, 由马代再后接应, 以礼望许昌而来。 离许昌二十里囤住军马。 曹操听之马腾已道, 换门下侍郎, 黄奎吩咐约, 募金马腾难征, 无命辱为行军参谋, 先至马腾债中劳军, 可对马腾说, 西凉路远, 玉凉甚难, 不能多带人马。 我当更遣大兵, 携同前进。 来日叫他入城面军, 无就应付粮草与之, 魁领命来见马腾, 腾治久相待, 魁酒半汗而言曰, 无腹黄丸死于李雀, 孤似之难, 常怀痛恨。 不想今日, 又遇欺君之贼, 腾曰谁为欺君之贼, 魁曰欺君者操贼也, 恭祈不知之, 而问我也。 腾孔是操使来相探, 即止之曰, 耳目较尽, 休得乱言。 魁斥曰, 恭敬望却, 依待照乎。 腾见他说出心事, 乃密以实情告知。 魁曰, 操欲恭入城面军, 必非好意。 恭不可轻入。 来日当乐兵城下, 待曹操出城典军, 就典军触杀之, 大事记忆。 二人商议已定。 黄魁回家, 恨其为惜。 其妻再三问之, 魁不肯言。 不料其妾李春香, 与魁七弟苗则思通, 则遇的春香, 正无计可施。 妾见黄魁愤恨, 遂对则曰, 皇侍郎今日, 上以君情回, 义甚愤恨, 不知为谁。 则曰, 如可以言挑之曰, 人皆说刘皇书仁德, 曹操兼雄, 何也。 看他说, 甚言语。 是夜黄魁果到春香房中, 妾以言挑之。 魁成罪言曰, 如乃妇人, 尚之邪政, 何况我乎。 无所恨者, 欲杀曹操也。 妾曰, 若欲杀之, 如何下手。 魁曰, 吴以曰定马将军, 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 妾告于苗泽, 则报之曹操。 曹便密换曹洪, 徐楚吩咐如此如此, 又换夏侯渊, 徐晃吩咐如此如此。 个人领命去了, 以免先将黄魁一家老小拿下。 次日, 马腾领着西凉兵马, 将自进城, 只见前面一簇红旗, 打着丞相旗号。 马腾直到曹操自来点军, 拍马向前。 呼听了一声炮响, 红旗开处, 弓弩齐发。 一将当先, 乃曹洪也。 马腾急拨马回时, 两下喊声又起, 左边徐楚杀来, 右边夏侯渊杀来, 后面又是徐晃, 领兵杀制, 截断西梁军马, 将马腾父子三人, 困在该心。 马腾剑不是头, 奋力冲杀。 马铁早被乱剑射死。 马修随着马腾, 左冲右突, 不能得出。 二人身带重伤, 坐下马又被剑射倒。 父子二人具备职。 曹操娇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起绑制。 黄奎大叫, 无罪。 操娇苗则对正。 马腾大骂曰, 恕如我大事。 我不能为国杀贼, 是乃天也。 操命迁出。 马腾骂不绝口, 与其子马修, 及黄奎, 一同遇害。 后人有试探马腾曰。 父子齐方烈, 忠贞住一门。 军生途国难, 誓死达君恩。 脚血蒙严在, 朱坚义壮存。 西梁推逝咒, 不愧福伯孙。 苗则告遭曰, 不愿家赏, 只求李春香为妻。 操笑曰, 你为了一妇人, 害了你姐夫一家, 由此不义之人何用? 便交将苗则, 李春香, 与黄奎一家老小, 并斩于世。 官者无不叹息。 后人有试探曰。 苗则因私害尽臣, 春香未得反伤身。 奸雄亦不相容束, 网字图谋作小人。 曹操教昭安西梁兵马, 预制曰, 马腾父子谋反, 不干众人之事。 一面使人吩咐, 把助官爱, 休教走了马带。 且说, 马带自引一千兵在后。 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事, 报之马带。 带大京, 只得弃了兵马, 扮作客商, 连夜逃顿权了。 曹操杀了马腾等, 便决意难争。 忽人报曰, 刘备调炼军马, 收拾器械, 将欲取穿。 曹经曰, 若刘备收穿, 则语义成矣。 将何以图之? 言未必, 接下一人禁言曰, 谋有一计, 使刘备, 孙权不能相顾, 江南, 西川皆归丞下。 正是, 西州豪杰邦遭露, 南国英雄又受殃。 未知献祭者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马梦启性兵雪恨。 曹阿满割虚气袍, 却说献策之人, 乃智书士玉使陈群, 自常文。 曹问曰, 陈常文有何良策? 群曰, 金刘备, 孙权结为纯齿, 若刘备欲取西川, 丞相可命上将提兵, 会合肥之众, 竟取江南, 则孙权必, 求救于刘备, 备亦在西川, 必无心救权, 权无救, 则历伐兵衰, 江东之地, 必为丞相所得。 若得江东, 则荆州一谷可平也, 荆州既平, 然后徐途西川, 天下定义。 曹曰, 长文之言, 正和无义。 即使起, 大兵三十万, 静下江南, 令合肥张辽, 准备粮草, 以为攻击。 早有细作报之孙权, 全聚众将商议, 张昭曰, 可差人往卢子境处, 较急发疏到荆州, 使玄德同利聚曹。 此境有恩于玄德, 其言必从, 且玄德既为东吾之序, 亦亦不容辞。 若玄德来相助, 江南可无换矣。 玄从其言, 即遣人欲掳素, 是求救于玄德。 素领命, 随即修书使人宋玄德, 玄德看了书中之义, 由使者与管舍, 差人往南郡请孔明。 孔明到荆州, 玄德将鲁肃书与孔明看壁, 孔明曰, 也不消动江南之兵, 也不必动荆州之兵, 自使曹操, 不敢正去东南。 便回书于鲁肃, 较高枕无忧, 若带有北兵侵犯, 黄书自有退兵之策。 使者去了。 玄德问曰, 金操起三十万大军, 汇合肥之众, 一拥而来, 先生有何妙计, 可以退之。 孔明曰, 操平生所律者, 乃西梁之兵也。 金操沙马腾, 其子马操, 献捅西梁之众, 必切齿操贼。 主公可作一书, 网劫马操, 使操兴兵入关, 则操又何侠下江南湖。 玄德大喜, 及时作书, 潜意心腹人, 竟往西梁州头下。 却说马操在西梁州, 夜赶一梦, 梦见身卧雪地, 群虎来咬。 京聚而觉, 心中疑惑, 据帐下江左, 告说梦中之事。 帐下一人应声曰, 此梦乃不祥之兆也。 众是其人, 乃帐前心腹校尉, 姓庞, 明德, 自令明。 操问, 令明所见若何。 得曰, 雪地玉虎, 梦诏书厄。 莫非老将军在许昌有是否? 言未必, 一人量将而入, 哭拜于帝曰, 叔父与帝皆死矣。 超市之, 乃马代也。 超经问何为? 代曰, 叔父与侍郎, 黄奎同谋杀操, 不幸是谢, 皆被斩于是, 二帝亦遇害。 为代伴坐客商, 兴夜走脱。 超文言, 哭倒于帝。 众将就起。 超咬牙切齿, 痛恨操贼。 呼报荆州硫黄书, 遣人积书至。 超差誓之。 书略曰, 福念汉士不幸, 操贼专权, 欺君网上, 黎民貂残。 背夕与令先军同寿密诏, 誓诸此贼。 今令先军被操所害, 此将军不供天地, 不同日月之仇也。 若能帅西凉之兵, 以公操之幼, 被当局京香之众, 以恶操之前, 则逆操可擒, 奸党可灭, 愁辱可报, 汉事可兴矣。 书不尽言, 历代回音。 马超看弊, 及时挥体回书, 发使者先回, 随后便挤西凉军马, 正欲进发。 呼西凉太守, 含遂使人请马超网界。 超至遂府, 遂将出曹操书士之, 内云若将马超秦父许都, 及封辱为西凉侯。 超拜扶于帝约, 请叔父救父爱兄弟二人, 解父许昌, 免叔父搁己之劳。 寒遂府起约, 无与辱父皆为兄弟, 安忍害辱。 如若兴兵, 无当相助。 马超拜谢, 寒遂便将操使者推出斩之, 乃典手下八部军马, 一同进八。 那八部, 乃侯选, 成寅, 李勘, 张衡, 梁兴, 成夷, 马丸, 杨丘也。 八将随着寒遂, 和马超手下庞德, 马代, 共起二十万大兵, 杀奔长安来。 长安郡守中摇, 飞报曹操, 一面引军聚敌, 布阵鱼也。 西凉州前部先锋马代, 引军一万五千, 浩浩荡荡, 漫山遍野而来。 中摇出马答话, 带石宝刀一口, 与摇交战。 布义和, 摇大败奔走, 带提刀赶来。 马超, 韩遂引大军都道, 围住长安。 中摇上城守护, 长安乃西汉建都之处, 成郭坚固。 豪杰险身, 急切攻打不下, 一连围了十日, 不能攻破。 庞德晋记曰, 长安城中土硬水俭, 慎不堪时, 更坚无柴。 今为十日, 军民饥荒。 不如暂且收军, 只需如此如此, 长安唾手可得。 马超曰, 此祭大庙。 及时差令自习船与各部, 进脚退军, 马超亲自断后。 各部军马渐渐退去。 中摇四日登城看时, 军皆退了, 直恐有计, 令人哨叹, 果然远去, 方才放心。 纵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 大开城门, 放人出入。 至第五日, 人报马超兵诱到, 军民进奔入城, 中摇仍赴必成坚守。 却说中摇帝中进, 守把西门, 约进三更, 城门里一把火旗。 中进急来救时, 城边转过一人, 举刀纵马大鹤约, 庞德在此。 中进措手不及, 被庞德一刀斩于马下, 杀散军校, 斩关断锁, 放马超, 含碎军马入城。 中摇从东门弃城而走。 马超, 含碎得了城池, 赏牢三军。 中摇退守同关, 非报曹操。 曹之失了长安, 不敢负义南征, 遂唤曹洪, 徐晃吩咐先带一万人马, 替中摇谨守同关。 如十日内失了关爱, 接斩, 十日外, 不甘辱二人之事。 我统大军随后便智, 二人领了将令, 兴业便行。 曹人渐约, 红杏造, 诚恐误事。 曹曹曰, 你与我押送粮草, 便随后接应。 却说曹洪, 徐晃到同关, 替中摇坚守关爱, 并不出战。 马超领军来关下, 把曹操三代毁骂。 曹洪大怒, 要提兵下官厮杀。 徐晃建曰, 此事马超要击将军厮杀, 切不可欲战。 待丞相大军来, 必有主话。 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马, 曹洪只要厮杀, 徐晃苦苦挡住。 至第九日, 在官上看时, 西凉军都弃马在于官前草地上坐, 多半困乏就于地上睡卧。 曹洪便叫背马, 点起三千兵杀下官来。 西凉兵弃马抛割而走, 洪一力追赶。 石凯晃正在官上点示梁车, 闻曹洪下官厮杀, 大惊, 急引兵随后赶来, 大叫曹洪回马。 忽然背后喊声大震, 马带引军杀志。 曹洪徐晃急挥走时, 一棒鼓响, 山背后两军杰出, 左是马超, 又是庞德, 混杀一阵。 曹洪抵挡不住, 折军大半, 撞出重围, 奔倒官杀。 西凉兵随后赶来, 洪等器官而走。 庞德直追过同关, 撞见曹仁军马, 救了曹洪等义军。 马超接应庞德上官, 曹洪失了同关, 奔见曹操。 曹曰, 与你十日线, 如何九日失了同关? 洪曰, 西凉军兵, 百般辱骂, 因见彼军懈怠, 成事赶去, 不想重贼奸击。 曹曰, 红年又造报, 徐晃你徐小事。 谎曰, 内见不从。 当日晃在官上点凉车, 笔记知道, 小将军已下官了。 惶恐有失, 连忙赶去, 以重贼奸计议。 曹大怒, 贺展曹洪。 重官告免, 曹洪扶罪而退。 曹进兵直扣同关。 曹仁曰, 可先下定债诈, 然后打官未迟。 曹令砍伐数目, 起立排诈, 分作三寨, 左寨曹仁, 右寨夏侯渊, 曹自居中寨。 次日, 曹引三寨大小将校, 杀奔关爱前去, 正欲西凉军马。 两边各不阵势, 曹出马于门旗下, 看西凉之兵, 人人涌箭, 各个英雄。 又见马超生的灭如腹粉, 纯弱抹珠, 腰系绑宽, 生雄力猛, 白袍银铠, 手持长枪, 立马振前, 上手庞德, 下手马带。 曹暗称奇, 自纵马未超约, 如乃汉朝名将子孙, 何故被反也? 超咬牙切齿, 大骂操贼。 欠军网上, 罪不容诛。 害我父弟, 不共戴天之仇。 无当活捉生蛋如肉。 说吧, 挺枪直杀过来。 曹操背后于尽出营。 两马交战, 斗得八九和于尽败走。 张河出营, 战二十和一败走。 李通出营, 超奋威交战, 数河之中, 一枪刺李通与马下。 超把枪望后一招, 西凉兵一起冲杀过来。 曹兵大败。 西凉兵来得是猛, 左右将左, 皆抵当不住。 马超, 庞德, 马带, 引百渝旗, 直入中军来捉曹操。 曹在乱军中, 只听的西凉军大叫, 穿红袍的是曹操。 曹就马上急脱下红袍。 又听的大叫, 常然者是曹操。 曹惊慌, 撤索佩刀断其燃。 军中有人将曹操割燃之事, 告知马超, 超最令人叫拿, 短燃者是曹操。 曹文之, 即扯其脚包紧而逃。 后人有诗曰, 同关战败望东逃, 梦得创皇脱紧袍。 剑戈自然应丧胆, 马超升价盖天高。 曹操正走之间, 背后一起赶来, 回头是之, 正是马超。 曹大经, 左右将校剑超赶来, 各自逃命, 只撤下曹操。 曹立生大叫曰, 曹操修走。 曹经的马边坠地, 看看赶上, 马超从后使枪朔来。 曹绕树而走, 超一枪朔在树上, 急拔下时, 曹已走远。 曹纵马赶来, 山坡边转过一江, 大叫, 雾伤无主。 曹红在此, 轮刀纵马, 拦住马超。 曹的命走脱。 红与马超站到四五十和, 渐渐刀法散乱, 气力不佳。 夏侯渊引述时起随道。 马超独自一人, 恐被所钻, 乃拨马而回, 夏侯渊也不来赶。 曹操回寨, 却得曹人死聚定了债诈, 因此不曾多折军马。 曹入仗探约, 吴若杀了曹红, 今日必死于马超之首也。 遂唤曹红, 重加赏赐。 收拾败军, 坚守债诈, 深沟高磊, 不许出战。 超美日引兵来债前, 辱骂诺战。 曹传令, 交军事坚守, 如乱动者斩。 诸将曰, 西梁之兵, 近使长枪, 当选功弩营之。 曹曰, 债语不战, 皆在于我, 非在贼也。 贼虽有长枪, 安能辩刺。 诸公但兼必关之, 贼自退矣。 诸将皆思乡一约, 丞相自来征战, 一身当先, 今败于马超, 何如此之弱也。 过了几日, 细作报来, 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驻战, 乃是羌人部落。 曹文之大喜, 诸将曰, 马超天兵, 丞相反喜。 何也? 曹曰, 败无胜了, 却对儒等说, 三日后, 又报官上又添军马。 曹又大喜, 就于仗中设宴作贺。 诸将皆暗笑。 曹曰, 诸公笑我无破马超之谋, 功等有何良策。 徐晃进曰今丞相圣兵在此, 贼亦全部献囤官上, 此去何惜, 必无准备。 若得义军暗部普版金, 先截贼归路, 丞相敬发河北击之, 贼两步相应, 势必威夷。 曹曰, 功名之言, 正和无异。 便叫徐晃引京兵四千, 和朱陵同去静袭河西, 赴于山谷之中, 待我渡河北同时机制。 徐晃, 朱陵领命, 先引四千军暗暗去了。 曹下令, 先叫曹鸿于普版金, 安排传罚。 由曹仁守债, 曹自领兵渡魏和。 早有细作报之马钞, 钞曰, 金钞不攻同关, 而使人准备传罚, 玉渡河北, 必将恶无之后也。 无当引异军, 寻河巨驻暗北。 钞兵不得度, 不孝二十日, 河东凉尽, 钞兵必乱, 却寻河南而击之, 钞可勤矣。 韩岁曰, 不必如此。 岂不闻兵法有云, 兵半度可击, 待钞兵布置一半, 鲁却于南岸机制, 曹兵皆死于河内夷。 朝曰, 叔父之言甚善。 即使人探听曹操几十渡河, 却说曹操整兵已毕, 分三庭军, 前渡渭河, 比及人马到河口时, 日光初起。 曹先发精兵渡过北岸, 开创迎寨。 曹自颖亲随护卫军向百人, 岸剑坐于南岸, 勘军渡河。 忽然人报, 后面白袍将军到了。 仲阶任的是马超。 易拥下船。 河边军征上船者, 声宣布止。 曹游坐而不动, 按剑指曰修闹。 只听的人喊马斯, 蜂拥而来, 船上易将月身上岸, 虎曰贼致矣。 请丞相下船。 曹是之, 乃徐楚也。 曹口内油盐, 贼致何妨。 回头是之, 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 徐楚脱操下船时, 船已离岸仪仗有余, 楚赴操一跃上船。 随行将士进阶下水, 搬住船边, 征御上船逃命。 船小将翻, 楚彻刀乱砍, 傍船守进舌, 倒于水中。 即将船望下水罩去。 徐楚立于烧上, 盲用木高称之, 操伏在徐楚脚边。 马超赶到河岸, 舰船已留在半河, 遂粘弓搭舰, 鹤令肖将绕河射之。 史如雨吉, 楚孔商曹操, 以左手举马鞍遮之。 马超见不须发, 船上驾舟之人, 应咸落水, 船中数十人皆被射倒。 其船反称不定, 于脊水中旋转。 徐楚独分神威, 将两腿夹舶汗, 一手屎高撑船, 一手举安, 遮户曹操。 时有魏南县令丁匪, 在南山之上, 见马超追操甚急, 恐伤操命, 遂将寨内牛之马匹, 禁区于外, 漫山遍野, 皆是牛马。 西凉兵建制, 都回身争取牛马, 无心追赶, 曹操因此得托。 方道北岸, 便把船罚凿尘。 诸将听得曹操在河中逃难, 截来救使, 操以登岸。 徐楚身被仲凯, 剑皆嵌在甲上。 众将宝操至野寨中, 皆败于地而问安。 操大孝曰, 我今日即为小贼所困。 楚曰, 若非有人纵马放牛以幼贼, 贼必努力度何以。 曹问曰, 幼贼者, 谁也。 有知者答曰, 为难献令丁肥也。 少请, 匪入见。 曹谢曰, 若非公之良谋, 则无被贼所勤矣。 遂命为典君校尉, 匪曰, 贼虽暂去, 明日必复来。 须以良策拒之。 曹曰, 无以准备了也。 遂幻诸将, 各分头巡河助其永道, 暂为债角, 贼若来时, 臣兵于永道外。 内虚立惊奇, 以为宜兵, 更言和绝下豪倩, 虚土澎盖, 和内宜兵幼之贼, 积来避县, 贼县便可积矣。 却说马超回见寒碎, 说几乎捉住曹操。 有一将奋勇傅曹下船去了, 不知何人。 遂曰, 吴文曹操选及精壮之人, 为帐前侍卫, 明曰虎卫君, 以肖将典为, 徐楚领之。 典为已死, 今就曹操者, 必须除也。 此人永利过人, 人皆称为虎痴, 如玉之。 不可轻敌。 超约, 吴义文其名久矣。 岁曰, 金操渡河, 将袭我后。 可肃公之。 不可令他创立迎债, 若立迎债, 急难缴除。 超约, 以职于义。 还指聚注北岸, 十笔不得渡河, 乃为上策。 岁曰, 闲职守战, 无隐军寻河战操, 若和。 超约, 令庞德为先锋, 跟叔父前去。 于是, 寒遂与庞德将兵五万, 直抵为难。 操令众将于涌到两旁右支。 庞德先隐铁骑千鱼, 冲突而来。 喊声起处, 人马聚落于陷马坑内。 庞德永生一跳, 跃出土坑, 立于平地, 立杀树人, 步行砍出重围。 寒遂已被困在该心, 庞德步行就之。 正欲着曹仁部将曹勇, 被庞德一刀砍于马下, 夺骑马, 杀开一条血路, 救出寒遂, 投东南而走。 背后曹兵赶来, 马超引军接应, 杀败曹兵, 赴救出大半军马。 战至日暮方回, 祭典人马, 折了江左成银, 张衡, 陷坑中死者二百余人。 超与寒遂商议, 若千言日久, 操于河北立了营债, 难以退敌, 不若成今夜引清旗去解野营。 岁曰, 须分兵前后相救。 于是超自为前部, 并庞德, 马代为后应, 当夜变形。 却说曹操收兵屯卫北, 换诸将曰, 贼妻我卫立债棚, 必来解野营。 可四散伏兵, 虚其中军。 浩炮响时, 伏兵尽起, 一股可擒也。 众将一令, 伏兵已毕。 当夜, 马超却先使成一引三十起, 往前哨探, 成一剑无人马, 进入中军。 操军见西凉兵道, 遂放浩炮。 四面伏兵皆出, 只为德三十起, 成一被夏侯渊所杀。 马超却自从背后 与庞德, 马代兵分三路, 蜂拥杀来。 正是, 纵有伏兵能厚敌, 怎当剑将共争先? 为之胜负若和,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许诸罗一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寒碎。 却说, 当夜两兵混战, 直到天明, 各自授兵。 马超屯兵畏口, 日夜分兵, 前后攻击。 曹操在魏河内, 将船法锁链, 做浮桥三条, 接连答案。 曹人引军家和立债, 将粮草车辆穿连, 以为屏障。 马超文之, 教军是各写草一树, 带着火种, 与寒碎引军, 并立杀到债前, 堆积草靶, 放起烈火。 曹兵抵敌不住, 弃债而走。 车城, 浮桥, 近被烧毁。 西凉兵大胜, 截住魏河。 曹操立不起迎债, 心中忧惧。 徐优约, 可取魏河沙土, 筑齐土城, 可以坚少。 曹波三岸军, 单土筑城。 马超右差庞德, 马带, 各引五百马军, 往来冲突, 更坚沙土不实, 筑齐便倒, 操无计可视。 时当九月近, 天气暴冷, 同云密布, 连日不开。 曹操在寨中纳闷。 忽人报曰, 有一老人来见丞相, 欲臣说方略。 曹警录, 见其人贺骨宗姿, 行冒仓谷。 问之, 乃京兆人也, 隐居中南山, 姓楼, 明子伯, 道好孟梅居士。 曹以克里代之。 子伯曰, 丞相欲跨魏安营久矣, 今何不成时驻之。 曹曰, 沙土之地, 筑垒不成。 隐氏有何良策赐教? 子伯曰, 丞相用兵如神, 岂不知天时乎? 连日一云不合, 朔风一起, 必大动矣。 风起之后, 驱兵士运土泼水, 笔及天明, 土成已旧。 曹大悟, 后赏子伯。 子伯不受而去。 是夜北风大作。 曹进驱兵士, 丹土泼水, 唯无成水之据, 作奸囊成水交织, 随筑随动。 笔及天明, 沙水冻紧, 土成已筑完。 细作报之马超。 超领兵官之, 大经, 已有神助。 此日, 即大军巫谷而尽。 曹自成马出营, 只有许楚一人随后。 曹阳边大呼曰, 孟德丹祺至此, 请马超出来答话。 超成马挺腔而出, 曹曰, 辱妻我迎债不成, 今一夜天已铸就, 辱何不早降。 马超大怒, 意欲突乾勤之, 见曹背后一人, 睁援怪眼, 手提钢刀, 勒马而立。 超一事徐楚, 乃杨边问曰, 文汝君中有虎猴, 安在在。 徐楚提刀大叫曰, 无极巧聚徐楚也。 目射神光, 威风抖擞。 超不敢动, 乃勒马回。 曹一引徐楚回寨, 两军官之, 无不害然。 曹尾诸将曰, 贼一只重康来虎猴也。 自此军中, 皆称楚为虎后, 徐楚曰, 某来日必擒马超。 曹曰, 马超英勇, 不可轻敌。 楚曰, 某事于死战。 即使人下战书, 说虎猴善诺马超, 来日决战。 超借书大怒曰, 何敢如此相欺言。 急批四日试杀虎吃。 四日, 两军出, 迎不成阵势。 超分庞德为左翼, 马带为右翼, 寒碎衙中军。 超挺枪纵马, 立于阵前, 高叫, 虎吃快出。 曹操在门旗下回顾中将曰, 马超不捡吕布之勇。 颜未决, 徐楚拍马五刀而出。 马超挺枪接战, 斗了一百余和, 胜负不分。 马匹困乏, 各回军中, 换了马匹, 又出阵前。 又斗一百余和, 不分胜负。 徐楚兴起, 飞回阵中, 卸了盔甲, 浑身筋突, 赤体提刀, 翻身上马, 来与马超决战。 两军大害。 两个又斗到三十余和, 楚奋威举刀并砍马超。 超闪过, 一枪望楚新窝次来。 楚气刀将枪协助。 两个在马上夺枪。 许诸力大, 一声响, 嗷断枪杆, 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 操控楚有失, 遂令夏侯渊曹洪两将骑出夹攻。 庞德, 马带剑操将骑出, 挥两翼铁骑, 横冲直撞, 混杀将来。 操兵大乱, 徐楚必中两箭, 诸将荒退入寨。 马超直杀到豪边, 操兵折伤大半。 操令兼必修出, 马超回之魏口, 为寒遂曰, 无见恶战者莫如徐楚, 真虎吃野。 却说曹操料马超可以击破, 乃密令徐晃, 株灵进渡河西结营, 前后加攻。 一日, 操于城上见马超隐数百姬, 直临寨前, 往来如飞。 操冠良久, 至都某于帝曰, 马而不死, 吾吾藏地矣。 下后冤听了, 心中气愤, 立声曰, 吾宁死于此地, 誓灭马贼。 遂引本部千余人, 大开寨门, 只赶去。 操急止不住, 恐急有失, 荒自上马, 且来接应。 马超见曹兵制, 乃将前军做后队, 后队做先锋, 依字摆开。 下后冤道, 马超接网厮杀。 超于乱军中摇见曹操, 就偏了下后冤, 直取曹操。 曹大京, 拨马而走。 曹兵大乱。 正追之际, 呼报操有义军, 已在河西下的迎债, 超大京, 无心追赶, 即收军回债, 与寒遂商议, 言操兵成须已渡河西, 吾军前后受敌, 如之奈何。 部将李勘曰, 不如割地请和, 两家且各霸兵, 挨过冬天, 到春暖别做记忆。 寒遂曰, 李勘之言, 最善可从之。 超犹豫未决。 杨秋, 侯选, 皆劝求和, 于是寒遂浅杨秋为使, 直往操债下书, 言割地请和之事。 操曰, 如且回债, 无来日使人回报。 杨秋辞去。 假许入见操曰, 丞相逐一若和。 操曰, 公所见若和。 许曰, 兵不厌诈, 可为许之, 然后用反见计, 令含马相仪, 则一股可破眼。 操府长大喜曰, 天下高见, 多有相和。 文和之谋, 正无心中之事也。 于是遣人回书, 言, 待我徐徐退兵, 还辱何西之地。 一面教搭起扶桥, 做退军之意。 马超得书, 为寒岁曰, 曹操虽然许和, 兼雄难策。 躺不准备, 反授旗帜。 超与叔父轮流调兵, 今日书向操, 抄向徐晃, 明日抄向操, 书向徐晃, 分头提备, 以防欺诈。 寒岁一计而行, 早有人报之曹操。 操顾甲许曰, 无事记忆。 问, 来日是谁和向我这边? 人报曰, 寒岁。 次日, 操引众将出营, 左右围绕, 操独险, 亦齐于中央。 寒岁不足, 多有不识操者, 出阵观看。 操高校曰, 辱诸君, 御官曹公也。 无意犹人也, 非有私募两口, 胆多致谋耳。 诸君皆有聚色。 操使人过阵, 为寒岁曰, 丞相仅请寒将军会话。 寒岁即出阵, 建操并无假仗, 亦弃一甲, 轻浮匹马而处。 二人码头相交, 各案配对语。 操曰, 无与将军之父, 同举孝莲, 无常以舒适之。 无意与公同登事录, 不觉有年矣。 将军今年妙龄几何? 寒岁达约四十岁矣。 操曰, 往日在京师, 皆青春年少, 何期又中旬矣。 安得天下清平共乐也。 只把旧事戏说, 并不提起军情。 说罢大笑, 相谈有一个时辰, 放回马而别, 各自归债。 早有人将此事报之马超。 超忙来问韩岁曰, 今日曹操镇前所言何事? 岁曰, 只肃京师救世耳。 超曰, 安得不言君悟乎。 岁曰, 曹操不言, 无何独言之。 抄袭甚疑, 不言而退。 却说曹操回债, 为贾许曰, 攻之吴振前对语之一否。 许曰, 此意虽妙, 尚未足见二人。 某有一策, 令韩, 马自相仇杀。 操问其迹, 贾许曰, 马超乃义勇之福, 不识机密。 丞相亲笔作一书, 丹与韩岁, 中间朦胧字样, 于要害处, 自行涂抹改意, 然后封诵与韩岁, 故意使马超之之。 超必左书来看, 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 进阶改抹, 只猜是韩岁, 恐超之甚机密事, 自行改抹, 正合着单其会语之仪, 仪则必生乱。 我更暗节, 韩岁不下诸将, 使互相离间, 超可涂矣。 曹曰, 此计甚妙。 随写书一封, 将紧要处进阶改抹, 然后时封, 故意多浅从人送过债去, 下了书自回。 果然有人抱之马超, 超心寓仪, 竟来韩岁处所书看。 韩岁将书与超, 抄件上面有改抹字样, 问岁曰, 书上如何都改抹糊涂。 岁曰, 原书如此, 不知何故。 超曰, 岂有以草稿送予人也。 必是叔父, 怕我知了详细, 先改抹了。 岁曰, 莫非曹操错, 将草稿误封来了。 超曰, 吴又不信。 曹操是精细之人, 岂有差错。 吴与叔父并立杀贼, 奈何胡生一心。 岁曰, 辱若不信吴心, 来日吴在阵前撰遭说话, 辱从阵内突出, 一枪刺杀遍了。 超曰, 若如此, 方见叔父真心。 两人约定, 次日, 韩岁尹侯选, 李勘, 杨兴, 马丸, 杨丘武将出阵。 马超藏在门营里。 韩岁使人到曹寨前, 高叫韩将军请丞相摊话。 曹乃令曹洪引述时期 竞出阵前, 与韩岁相见。 马离术部, 洪马上窃身言曰, 一来成相拜议将军之言, 窃莫有误。 言气便回马。 超听的大怒, 挺枪骤马, 便刺韩岁。 武将拦住, 劝解回债。 岁曰, 贤侄修夷, 我无胆心。 马超那里肯信, 恨怨而去。 韩岁与武将商议曰, 这是如何解释。 杨丘曰, 马超以仗无勇, 常有欺凌主公之心, 便胜的曹操, 怎肯相让。 以某余见, 不如暗投曹公, 他日不失封侯之位。 岁曰, 吴与马腾皆为兄弟, 安忍卑之。 杨丘曰, 事已至此, 不得不然。 岁曰, 谁可以同消息? 杨丘曰, 某愿望。 岁乃写秘书, 遣杨丘敬来操战, 说投降之事。 操大喜, 许丰, 韩岁为西梁侯, 杨丘为西梁太守。 其余皆有官决。 约定放火为号, 共谋马超。 杨丘拜祠, 回见韩岁, 背言其事, 约定今夜放火, 礼应外合。 遂大喜, 就令军士于中军帐后堆积干柴, 武将各拳刀剑听后, 韩岁商议, 欲设宴赚请马超, 救习图之, 犹豫未去。 不想马超早已探之背戏, 便逮亲随庶人, 仗剑先行, 令庞得马代为后应。 超前步入韩岁帐中, 只见武将与韩岁密语, 只听得杨丘口中说道, 事不宜迟, 可肃行之。 超大怒, 挥剑直入, 大鹤曰, 群贼焉敢谋害我。 众皆大惊。 超一剑望韩岁, 面门堕去, 遂荒以手迎之, 左手早被砍落。 武将挥刀齐出。 超纵步出帐外, 武将围绕混杀。 超毒挥宝剑, 力敌武将。 剑光明处, 鲜血剑飞, 砍翻马丸, 剁倒良心, 三将各自逃生。 超附入帐中, 来杀韩岁时, 已被左右救去。 帐后一把火起, 各债兵接洞。 超连盲上马, 庞德, 马带易智, 互相混战。 超领军杀出时, 操兵四至, 前有徐楚, 后有徐黄, 左有夏侯渊, 右有曹洪。 西梁之兵, 自相并杀。 超不见了庞德, 马带, 乃银百余旗, 结于魏桥之上。 天色威明, 只见李堪领, 义军从桥下过, 超挺枪纵马竹之。 李堪脱向而走, 恰好于晋从马朝背后赶来, 静开弓射马超。 超听的背后闲响, 急闪过, 却射中前面李堪, 落马而死。 超回马来杀于晋, 晋拍马走了。 超回桥上驻扎。 超兵前后大志, 虎卫军当先, 乱箭, 夹射马超。 超以枪拨之, 使节纷纷落地。 超令从其往来屠杀。 争奈曹兵为果尖后, 不能冲出。 超于桥上大鹤一声, 杀入河北, 从其皆被截断。 超独在阵中冲突, 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马, 马超跺于地上, 操军逼合。 正在危急, 呼西北角上一镖军杀来, 乃庞德, 马代也。 二人救了马超, 将军中战马与马超骑了, 翻身沙条雪路, 往西北而走。 曹操闻马超走脱, 传令诸将吴芬小叶, 勿要赶到马儿。 儒德守吉者, 千金赏, 万户侯, 生货者封大将军。 众将得令, 各要征功, 以礼追袭。 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 只顾奔走。 从其渐渐皆散, 步兵走不上者, 多被勤去。 只胜得三十余旗, 与庞德, 马代望荣西, 临逃而去。 曹操亲自追至安定, 知马超去远, 放收兵回长安。 众将毕吉。 韩岁已无左手, 做了残疾之人, 曹教就于长安歇马, 受西凉侯之职。 杨丘侯选, 接风猎侯, 另守畏口。 下令班师回许都。 梁州参军杨复, 自一山, 进来长安建曹。 曹问之, 杨复曰, 马超有吕布之勇, 深得羌人之心。 金丞相若不成事搅决, 他日养成气力, 笼上朱骏, 非赴国家之游也。 望丞相且修回兵。 曹曰, 无本欲留兵争治, 乃中原多事, 南方未定, 不可久留。 军当为孤宝之。 傅领诺, 又保健维康为梁州刺史, 同领兵屯继成, 以防马超。 傅临行, 请于曹曰, 长安必留重兵, 以为后援。 曹曰, 无以定下, 辱但放心。 赴辞而去。 众将接问曰, 出贼拒同关, 魏北盗缺, 丞相不从河东积逢义, 而反守同关, 千言日久, 而后北渡, 立营固守, 河野。 曹曰, 出贼守同关, 若无出道, 便取河东, 贼必, 以各债分守诸渡口, 则何兮不可渡移。 无故圣兵接据于同关前, 使贼进南守, 而何兮不准备, 故徐晃, 朱灵得渡也。 吾然后引兵北渡, 连车竖诈为永道, 驻兵成, 欲贼之无弱, 以交其心, 使不准备。 无乃巧用反剑, 处士族之力, 一旦击破之。 正所谓, 急雷不急掩耳, 兵之变化, 故非一道也。 众将又警问曰, 丞相美文贼, 加兵天重, 则有喜色, 何也。 曹曰, 关中边远, 若群贼各依贤足, 争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 今皆来聚一处, 其众虽多, 人心不依, 亦于离间, 亦举可灭, 无故喜也。 众将败曰曰, 丞相神谋, 众不及也, 曹曰, 义赖辱众文武之力, 遂众赏诸君。 由夏侯渊屯兵长安, 所得降兵, 分拨各部。 夏侯渊宝举逸高龄人, 姓张, 明记, 自得荣, 为经兆尹, 与渊同守长安。 曹班师回渡, 先帝排卵驾出郭营界。 赵曹赞败不明, 入朝不屈, 剑吕上殿, 如汉, 想萧何故事。 自此危阵中外。 这消息拨入汉中, 早惊动了汉名太守张卢。 原来张卢乃佩国疯人。 其祖张陵, 在西川湖明山中, 造作道书以货人, 人皆敬之。 临死之后, 其子张恒行之。 百姓但有学道者, 驻米无斗。 士号米贼, 张恒死, 张鲁行之。 鲁在汉中自号为师君, 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族, 为首者号为祭酒, 领众多者号为智头大祭酒。 勿以诚信为主, 不许欺诈。 如有病者, 即涉谈使病人居于静世之中, 自私已过, 当面沉守, 然后为之祈祷。 主祈祷之事者, 号为奸令祭撒。 祈祷之法, 书病人姓名, 说服罪之义, 作文三通, 名为三观守书, 一通放于山顶以奏天, 一通埋于地以奏地, 一通沉于水以深水观。 如此之后, 但并全可, 将米五斗为谢。 又盖一舍, 舍内泛米, 柴火, 肉食其备, 许过往人量食多少, 自取而食, 多取者受天诛。 境内有犯罚者, 避数三次, 不改者, 然后施行。 所在并无官长, 禁属祭酒所管。 如此雄距汉中之地, 已三十年。 国家以为, 地远不能征伐, 救命鲁为镇南中狼将, 领汉宁太守, 通进贡而已。 当年文操破西梁之重, 威震天下, 乃巨重商议约, 西梁马腾遭路, 马超新败, 曹操必将亲我汉中。 我欲自称汉宁王, 都兵俱曹操, 诸君已为何如。 言普曰, 汉川之民互出十万余众, 财富良族, 四面显顾。 今马超新败, 西梁之民, 从子武谷奔入汉中者, 不下数万。 于亿亦州流张荤弱, 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为本, 然后称王魏池。 张鲁大喜, 遂与帝张魏, 上亿起兵。 早有戏作暴入川中, 却说义州流张, 自祭御, 及流烟之子, 汉鲁公王之后。 张帝原河中, 喜丰敬陵, 知树因居于此。 后颜官至义州墓, 兴平元年患病居而死, 周大力赵伟等, 共保张为义州墓。 张曾杀张鲁母及帝, 因此有仇。 张氏庞熙为巴西太守, 以聚张鲁。 石龙熙探知张鲁, 欲兴兵取川, 及报至流张。 张平生懦弱, 闻得此信, 心中大忧, 及聚众观商议。 呼一人昂然而出约, 主公放心。 某虽不才, 凭三寸不烂之舌, 使张鲁不敢正眼来去西川。 正是, 只因蜀地谋臣尽, 指引荆州豪杰来。 未知此人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